WIN 成績賽 晶後賽的時候 我們的成績並不是很理想 當時大家的狀態都不是很好 然後隊伍也沒有調整到最好的那種狀態 現在整個團隊的話 還處於一個摩托階段 作为新人辅助第一次打这种国际新赛事 赛前可能会有点紧张 我感觉这个版本在前期 能掌握节奏队伍还是会比较占有优势的 哇 这把放上次的节奏就属于 可能我们认识当中他们应该打出的节奏 就打得比较快 就是打前周期嘛 就外节奏比较看我们 我们的优势可能就都比较干大吧 新能拉这个位置很关键 妖苗克力的了吗 没有被推到 闪现快 哇 闪现拉得很快 两个直接关到第一地的脸上 这次MFC的话 打到现在每个人的 不管是心理还是游戏方面 我觉得都挺好 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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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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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绝对有机会就会先去去尝试比较 LPL其实我们这赛的优点在 每个人的个人有一把都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应该蛮好看 其实龙空里边残血很多 这不是最后一次决赛 所以说希望后面放出场期不要有太大压力 来 我再给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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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的时候我们 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先去拿个冠金吧 决赛 决赛 可能要更加小心踏到 因为决赛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人 反正我的风格就打切都一样 就我们都进这么多决赛了 这个冠军肯定是轮到我们DES的了 这次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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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一下扇子妈的输出不足吗 来了来了 好的 那也要跟观众特别的强调 我们因为两个队伍的近期的一个总决赛 它的一个一二场的优先选面全是 在昨天赛前 利用紫英币的一个方式 方普拉斯有用一二场的优先选面全 而到了第三场 则是由第二场落败的队伍会拿到 而规则也要跟大家特别提醒 就是因为前两场是方普拉斯优先选 但如果方普拉斯第二把没有赢 那就有可能出现前三场都是方普拉斯优先选 对 就是输的人后面就是再选 是 维路斯已经锁定了 那边瞎子也锁定了 淘宝刚才是一人晾了一下拿手菜 又瞬间转换掉了 其实我们在赛前刚刚也在讨论 小天那边会不会使用一个打野位上的暴女 对吧 他最近RUNK里练得很多 而且那天就是基老师提到了 跟淘宝对战的时候 淘宝是把他搬掉了 是 所以方普拉斯现在确实 因为我们刚刚在赛前 我们三位在讨论就说两个队伍 因为目前的版本 必须说野核的价值很高 但我个人对KASA的理解也是 他大概率是不会去拿野核的 对 这两个战队其实打野核都不多 特别是KASA那打野核的概率就更小了 对 那其实如果这边打野位方普拉斯想拿南枪的话 我觉得配卡尔玛 配加利奥都是可以的 应该要配加利奥了 我感觉是南枪 南枪跟猴子也大概率要锁了 左边大概率就是阵容了 TOP已经是确定完毕了 TOP这个阵容其实不是特别出人意料吧 对吧 每个人都拿到自己的 这是真正的拿手菜了 这个菜不是那个菜 方普拉斯这里的话 也是拿了一个比较 能发挥因比哥优势的一个阵容吧 对吧 因比哥的这个加利奥 配合一个猴子的进场 南枪补充一下 加利奥可能输出能力不足的一个缺点 然后下落是维鲁斯加锤石 是 我们可以说第一把的盲选 两个队伍所使用的英雄 我相信对LPL的粉丝来说都很熟悉 而且其实算是比较好猜的一个对手 而上落是369主动拿了奥温以后 开市昨天拿了369盲选的时候 所选用的悟空 对 而且就是这一把我们也是能 应该是第一次能看到方法 是这边的队员使用自己的冠军皮肤吧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松松还是不会用 对吧 因为松松说手感还不够好 好 那我们一起进入到召唤式下锅 好 来了 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2020年英雄联盟 季中杯季 LPL 夏季季前赛 放过拉斯队层陶博 对 所以现在正在收看的直播观众们 其实你们正在见证历史 因为这也是我们真的第一次解说到 LPL的内战在这种国际性舞台上出现 是 我记得米勒老师之前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2020年了 没想到 实现了 真的这个梦想实现了 是 所以有梦一定要付出全部 你一定是可以去实现的 来看一下一集的赛点站位来说 没有人在一集团有绝对的一个把握 因为双人组这边其实就像我们猜测的一样 真的是一个维鲁斯跟锤石 松西老师的一个预测是非常准确的 戴法上中路的英毕哥是选择了 起风密集的加里奥了 现在起风密集书实在太好用了 不同的是两边的辅助 一边带了守护者 一边带了这个应该是余阵吧 对 我看着有点远 是 而且愿者这边带了一个虚弱 他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369这演起来了 有兄弟的 汉子哥 直接摸眼 要锤一波 汉子哥这边一分半了回不了家了 这要死了 要交闪了吧 最后一个闪现 换出两个闪 但这个TP得交了 但是其实涛博这边交双伞没有拿下一些 我觉得也不能算很帅 对 而且盲森就是喀萨这边的一个打野数率是完全落后的 是的 耽误了点时间 下路的话也是打了起来 并未想往后拉一下 方帕斯这边下路是领先召唤是技能的 所以对现在会比较凶一些 而且刚刚那一波要看喀萨能不能再利用猴子没有闪现的这个期间 再去帮上路干克一波 又是一道了 杰梁被挂了一个点燃 明伟翔的话身上也是被套了一个虚弱 两边第二波兵线都还没交手 就打到你死我活了 其实这样打起来的话 个人感觉是带守护者去帮商业占点便宜啊 是 你可以在垂时的血量上面明显发现 刘青松现在是理型预言家的 有这个说法就是打Poke型的下路要带守护者 对吧 对拼型的时候带余阵 所以维鲁斯其实算是一个Poke型的英雄啊 哎 这里又是勾到了 这感觉出事了 交散了 白手一勾被扭掉 没有想到下路上来 皮是这么火爆 是 走两边还是由最后由方帕拉斯抢到了推线的一个机会啊 先抢到一个二级 主动出击 英比哥的加里奥 我们看到之前的半决赛也是一直被绊的啊 这个英雄确实太符合英比哥的一个打法了 对 而且他这个英雄打斯护拉是比较优势的 斯护拉这边一套不一定能秒掉他 哎呦 杰克拉这边被勾到了 但是雷达哥赶到刘青松这边可能要卖掉自己了 这个闪现是肯定不会再交了 哇 卡莎的雷达发动了 他这么抓到的不是小天的动向 而是抓到了对方 刘青松这个勾子 有可能下路了一波 可以直接发起三比二的一个机会 小天这边被视野看到 但是预言家 这就是没经验了 在别人眼上回程 两边的打野都是怀疑颜色 多运病 在中路一个打主技能嘲讽一下 小天能不能及时赶到 到了 男枪现在小天身上还有双MUFF 所以这个重担力还是非常的高 两边的二打二有没有要碰起来 但是合刀讯杰现在反而是一个争夺的点 被抓到了 过来 奈特 但是奈特自己也要被打一套 推了一下对方的中野 刘青松赶到的话应该是勾不到任何人了 是 除非这个位置 你就要找闪现出Q才有办法去留到 奈特的一个中野 而且现在奈特现在有一个传送在 他这波线的话也不会亏很多 对 这个传送的话 诶 再看一下 Kaza 这个应该是控不住了 猴子也过来了 这必须要帮小天控到另外一组和蟹的 是 要不然小天可太亏了 因为毕竟刚刚被辛德拉的一个W技能把河道讯杰线给抓走了 两边在干嘛 垂石都来了 两个垂石都是来到这边硬实要保雷达哥的这个河蟹 是 这很有排面的河道蟹 这已经是堪比于上路的一个峡谷前锋了 对吧 我的天 这才 这才四分钟啊 两边在这间河蟹已经开始搭乱斗了 这就是LPO吗 爱了爱了 八分钟没到 谁说四分钟没有理由打架 河道讯杰线也可以为大家打起来 河蟹旁边是占了八个人 四为四 所以说赛前准备到树地 先看一下这边小天吧 感觉没有 没有视野 但是第一个时间是被那边的草已经看到了 而且雷达哥也在旁边 这波小天组中出气的话 茫生其实就在附近 这边可能三六几要卖一下的 但没有闪现 这一波的话三六九 操作上面 他感觉是想反打的 其实他觉得有机会可以撞起 贴在身边的一个小天 但小天其实是用一技能 快速拔枪拉了一个位置 这一波我觉得是死于想法太多 对吧 因为你要是一心想跑的话 其实就跑了 但他又想配合雷达哥反打 然后又想跑 犹豫之间撞到南墙了 是 这样的话方布拉斯在上路 再收获一个人头 将比分反超 其实这一波 涛博是有所准备 但是毕竟你前面第一开始 是交过闪现的 小天这边一直在挡 最后没角度了 三六九想撞一下 但是小天走位走掉了 对 而且这边应该是 刚刚那边我看错了一个 红蓝方的一个眼 他应该是没有注意的 不然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来打装备 敲一个被动 结果是被小天卡了一个 更好的 发起先手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 堪氏先拿到了 上路线的第一个击杀 是的 那他这边又开始偷F6了 直接是推掉 六级的Night 独英币这边应该也是 差一点点到六 但毕竟前面 英币哥是先被中野打残了一套 现在 补刀上面是被 Night给压制了 还是压了一点的 那我们其实看三条线的补刀 淘博都是占据一些优势的 那这样的话就要看 英币哥到六这一波 能不能配合队友 上下两路的话 其实都是有这种突进型的英雄的 能不能配合队友一波 而且上下两路都是有这种 可能闪现为好快好的这种英雄 可以抓一下 对 而且东英币这边 应该是起风密集换了一个传送 就如果他大招下去的话 中路的兵线再回来的话 也是来得及的 是 对的 而且Night现在的一个TP 是在冷却的 也就是说确实六级到了时候 就会像两位老师分析的一样 就是四方plus有一波 可以打主动进攻节奏的一个时间点 对 所以现在淘博其实也把注意力 瞄准了英币哥 因为现在要打的话 肯定要把目光瞄准你这个节奏发动机 下边的话林伟祥拆下一眼 这把下路两边的互拼打得非常的厉害 但是现在从补刀来说的话 林伟祥的补刀是暂时落后的 你以纯2v2其实方plus 在同样组额下面 其实是达到了2v2的领先 但是因为KASA早一步的一个支援 现在下路的优势其实属于淘博的 是的 当然这个优势很小 因为毕竟人头是KASA的盲身自己拿到的 哇 这波如果被打到的话 还是有点危险 不过右边没点燃 可能伤害上面也是比较的极限吧 是 抢了一个六级 但毕竟这个组合 它的垂时是可以接上一个很完美的控制链 主要还是害怕后面有人 对吧 现在KASA这里的瞎子暂时在地图上是miss了 现在两边都打得很谨慎 因为一边有加里奥的一个大招 一边有瞎子的一个六级 但我觉得前8分钟以现在的局势来说 涛博其实是比方plus 出力的更好一点点 就包含了你看到在打野位上面 南枪的一个刷解数据并没有领先于KASA KASA的等级其实是已经来到了六级了 所以说看一下两边的第一波节奏的发起 因为在现在的时候 霞虎先锋已经出生了嘛 因为两支战队在拿到医学塔的胜率之后 都是100% 所以我觉得可能霞虎先锋 对于他们来说比小龙会更加重要一些 就第一条小龙 这盲旋好看就是在 不是在内战的前提之下 说两个队伍就像KASA在赛前所说 我刚刚发现同系也是想这个嘛 是说KASA说的那一段就说 谁能拿到主动权 在于LPO来说 这是非常影响胜率的 这是来自于欣毕哥的一个TP 这里要动上路的369 直接一个闪现的W 但369这边还有闪现 闪现交出篮 没有被E撞到 但这个羊怎么说 血量很低了 撞出来了 但是伤害不太够 还有一个治疗 369这边应该是没了 真的 欣毕哥的支援 对 但这波拖了很长的时间 导致套博这边下半区 直接开始来动一条小龙了 这条龙打的速度 感觉方普拉斯应该是有机会 来打下团 或者是真抢一下 不太好打了 小型的位置看起来是想抢一个阿嬷 对 不太好打 没有交大招 尽力少了一个英毕哥 对 这波虽然拿到了一个小龙 但是上路369很亏 因为它是没有传送的 塔下有很大一波兵线 现在是选择让英毕哥在上路吃一下杜城 然后看回家以后 猴子是TP到了中路去守 耐者推过来这波兵线 就你以经济面上面应该是方普拉斯转 但是涛博是控到了第一条的龙 英毕哥这一套好流畅 TP到上路闪现嘲讽 再加一个治疗 再给369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英毕哥真的是很有创造力的选手 就之前那个狼头 加里奥大家应该还立立在目 现在是跟着版本走的男人 对吧 现在是读书厉害 那我就当读书人 对 你看这个加里奥 这里是踢到了 踢到一个真吼 R闪过来 大招直接给能量鞋 踢到感觉要死了 一丝血最后被Casa给带走 小天虽然就在旁边 但最终没有救出 被Casa回旋踢过去的一个坎 橘子哥是倒下了 还以为在职业赛场上 要出现这种闪现而假猴的盲森了 但是Casa这一脚踢到 真好踢了一个真猴 那肯定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配合Night的爆发 直接吧 抱歉有被冒犯到 没事没事 都是西北人吧 没事没事 这波还是Casa的第一个大招 比小天更早的带领 像同西戳到的那个点 就是现在进攻 其实陶伯上半步 并没有想放掉这个峡谷先锋 而且这一波GKLive 是在往上半驱赶 但是林伟祥这边还在推线 所以感觉陶伯这边可能 控一下水量 等到GKLive到场的话 他们控下这个先锋 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是的 要看英比哥这个大呀 维鲁斯不在的话 感觉不太想上了 是 这波已经被369卡住了小天的一个位置 也没有抢的一个机会 哎呦 Casa这边再拿一个地图资源 Casa从半决赛到现在啊 这几场比赛的一个地图资源的掌控 太到位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水子哥的一个激活 buff 或者激活领域 对吧 你感觉到就确实从 我们常规赛的末尾到 淘伯的最 虽然最终只拿到了春季的一个亚军 但你很明显的感觉到Casa的状态 包含 首子哥在这次的AMC 也是 昨天是利 算是怎么说 中单位置对上BDD来说 AB组最佳中单的一个对决 最后 奈特可以说 算是利压BDD 对 因为BDD昨天对线 其实打得也非常的好 Casa确实感觉最近唤醒了陈锋多年的这个记忆 一手宝C打法 风生水起 主要97年的再不努力 也没有未来了 对吧 确实 而且其实盲僧在前期能压这么多男枪的刀 还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 我好像就没有遇到过 主要这个盲僧事情也做了 也刷了 反正什么都挺到位的 所以现在要看方布达在这里 硬碧哥的一个节奏 因为硬碧哥这个大招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特别好的释放机会 是 TP一开始算是帮堪 又抓到了上路一波 但是上去 但是奥恩你看抓他两次 他的补刀还是很多 奥恩这个英雄其实不怕 对 就奥恩这个英雄太扛抓了 来 落者推散没有推到 刘青松这边很小心 这波如果又被留下来的话 你垂时的脆身板 可能是顶不住心得拉的一套爆发 现在我感觉方布达斯 要围绕自己的野区做一些防御了 不能让淘波这样子 任意的入侵 现在你看奥波已经把视野布得很深的位置了 现在方布达斯局势有点不太对 小白不再给压力 现在这边盲松做事情能力很强 但是这个时间的满枪还是在一个发育期的 对 所以他现在打的是比较主动 大招直接钉钉到JKL 后面的灯笼被搂回去了 阿水这里被秒了 是阿水倒下以后 后续的一个团战想直接踢死刘青松 但是有一块表 小天跟过来 那这样的话奥波必须撤退了 这一波松松一套连招挺帅 是 三连中了以后再配合一个秒表 对 这一波也是方布达斯下路 就两边打野都在下的情况先找个机会 第一时间李伟强控住了 这个还比较关键 是 JKL这波没有反应过翔子哥的一波大招 但卡拉这波还想打交TP 没拿过又想来 小天被踢了一套 两个TP 这个杨怎么说要撞谁 空了 而且反手吃到了一个狗 但是新的拉定到了 又是一个Q型的 这一波奈特的技能太准了 是 他反手一推再加一个Q 正好两个人头 TP差被淘宝利用了 而且有个先锋 这一波套波还挺赚的 对 而且中路这波线的话 JKL也是可以补 而且下路这一波第一时间 垂时的位置不好 肯定是必死的 然后这边预言家的一勾 是勾到这个灵尾翔也比较关键 这样把EBC也留住了 两边的垂时的死亡判决的一个命中率 其实都很高 在这把比赛 但这一波拿下的话 涛博的前期截斗起飞 英逼哥也是赶紧围绕上路汉子哥 想要帮这个猴子创造一点优势 是 因为前面对线在一击的时候被抓掉了伞以后 其实猴子在前面打大部分的坦克英雄 以魔法伤害为主的英雄 其实对线都不好受 猴子是一个打AD的英雄 打这种AP的还是有点吃力 我灯笼拉完以后 但没办法双TP 一开始 方普拉一开始躲二段羊 其实已经是躲得不错 但位置相对的也是被卡住了 主要是个辛德拉的推啊 推再加一勾 是一推包这个Q你看 奈特这一波的技能很准 没有给任何操作的空间 就我们说方普拉式的前期 其实英雄是有在极其的跑通资源 但是奈特这边的一个辛德拉 其实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游走频率 尤其是不逊于Doombeat的时候 那TOP的一个正面动态能力 在前面南枪没有一个比较领先的发育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进攻节奏完全是在TOP的一个手上 对 而且方普拉斯这边前面一直在帮刊的一个猴子建立优势 连续抓了两波之后 然后再吃掉了一个外塔 他的经济可能是领先 但他的补道数现在是落后的 又是一个阿闪 又是小天 这波配合奈特的爆发直接把小天秒了 卡莎两波阿闪都是直接为队伍创造的人头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提 你进入到中期的时候奥恩13级方普拉斯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打得动双悟抗不用土龙 就一条土龙应该就是接近370点的悟抗的一个奥恩 这把369的悟抗会出得很高 而且方普拉斯这边他们是以物理伤害为主 对 AP伤害只能靠一个家导来打也打不了特别多 主要家导是很难对这个奥恩大打出手的 是的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方普拉斯落后挺大的我觉得 是 主要他们动的人这个奥恩是一个比较扛揍的人 死了两次你看他的补刀发育 一点都不比这个猴子差 对 就如果说两边的上单的一个功能性来说 看这把其实如果他的发育点好 他对于奈特以及Jackie Love的一个团战限制能力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猴子现在的发育 现在是15分钟半 他只有111刀 对 所以我觉得涛博这个猜其实猜到了 就我们前面也在说一边会被猜另外一边拿 猴子然后选到像大树啊奥恩这种英雄 来应对猴子 还有石头人 对啊 这种英雄都很好打 所以涛博我觉得他们是有点猜到对方会用猴子了 是 因为猴子的英雄确实在半决赛也好小组赛也好 他的效果很好 那时候我还猜的反而是方普拉斯拿奥恩 然后有没有可能369直接马选让船长 去打一个后期发育 但后来想一想确实两个队伍更想要抢 就是游戏中期的一个节奏 就像刚才西子姐说的 两边都是拿这个前期资源很容易就滚起雪球 然后有百分百的这个胜率的 对 而且涛博就是现在跟当时春爵比起来之后 他们一个中后期的运营明显好了很多 所以他们在拿到前期的优势的时候 很容易让对面就找不到一个突破口 然后从而结束比赛 而且包含你看维鲁斯上面 虽然凌尾翔是两个人头 这个位置很刁断 接维鲁斯的大街 一个垂石的Q 这波加辽转也操得不起来了 哇 又被涛博利用一个先行布置的视野 以及藏在方普拉斯蓝区的一个KASA的盲身 这把KASA也挺猛了吧 对 而且OP选手也给到了他 他这把声音确实很大 你还记得那个草丑吧 对吧 就是上次那个绕后TP的那个眼位 也是在那个草丛布的 KASA最近这个绕后啊 每次效果都非常的好 必须说这个版本选盲身 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会被观众 如果你前面没做到事 观众会觉得你这个英雄就是 你凭什么选 对吧 但这一局其实完全压制住了小天的男枪 就男枪这个英雄 其实胜率上面来说 大家如果有看 这一次MSC6吧 比赛他的胜率只有70% 就是说他是两种局面 要不就是刷的飞起的男枪 要不然就是他没有刷起来 他没有领先节奏 你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感 主要现在也和大行其道 反而选盲森啊雷克赛这种 就属于一种清流了 但是一般敢选这种英雄的队伍 还都是特别是选手吧 还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对拿到这样的英雄来说的话 其实是比较拼的 对 因为一旦他前期没有做到事情 反而被对面发育起来之后 他这个英雄等于说在团战里面 是比较隐身的一个感觉 团战会有一种给人五打四的感觉 对 就感觉这个人怎么感觉 没什么发挥就不见了 就可能对面 你还提到对面有个凯南 我还能把这个凯南踢出去 感觉到我有点存在感 或者是怎么 一定会全体洗白 语言家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冒进了 汉子哥下来 梅鲁特大招是给到 但这边的伤害感也不太够 不过汉子哥里面 也是交流的一个闪现 想躲一下对方的技能 奈特赶到之后 好像是把邦布拉斯下退了 是 这波已经猴子来到 正面利用自己的一个心动的力想 但开到了一个辅助 辅助一块表 语言家这波是化解掉了 有可能掉人筒的一个局面 这个中塔是不好推的 对 而且马上就要杀小龙 现在两边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是 喀擦身上 还有峡谷先锋的先锋之眼 对 一会可以帮忙 做一下中路的兵线 现在直接放了 奥恩已经12级了 奥恩13级 就要出现我们出了那个问题了 以现在硬币哥的 加里奥的一个发育 要处理这个奥恩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小天这个位置 有没有危险 闪现吗 这里369被打雷 但是 哎 天被秒了 这里的话 369也是被换掉 还没有到13级的一个369 直接被秒 汉子哥这边 有一个假猴在旁边 那再被射了一箭 是 汉子哥这一箭 还挺关键的 打残了关键的 奈特希德拉的一个状态以后 看一下后续的团战 涛博好像还是想逼一下 发帕拉斯中路 血量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外塔 战刺波兵线 已经是被英币哥给清掉以后 那所有人员转往龙坑 再过十秒钟 我们这场的火龙魂 第一条的火龙要出身 369这边是有TP的 喀萨这里是有R闪的 这边先打一套喀萨 喀萨赶紧点一个爆炸球果下去 小龙已经出生了 这个时候小天才刚刚复活 这里要TP的369 我们看有没有好的眼位 就踢这个预言家旁边这个眼吧 感觉好像不用踢了 因为方波拉的直接选择放弃 因为打野刚刚复活 而且前方的视野 其实是被对面站住 方波拉斯的波团 技能交的也比较多 而且这一把也是能看到 就是奈特的状态 从第一天到现在 每一天都是比前一天更好一些的 是的 刚刚那波团 他在侧面是直接就 还没用大招的 把小天打成一个死血 最后把他直接秒掉了 奈特现在的伤害太夸张了 他现在是两件套 复发宝珠也是做了出来 他现在这个伤害 感觉是见谁秒谁 是 而且他的这个墨水夹 黑暗封印已经是8层了 待会墨水足够又可以开始 知道大家也说 对吧 奈特虽然名为骑士 很爱学习的 独为学生 对吧 很喜欢学习 现在对于方波拉斯来说 局面确实有点难打 主要是现在小天的发育 导致他可能被 套博随便一个空接到 就会直接被秒 那前排在顶不住的情况下 维鲁斯也很难找到输出的环境 现在方波拉斯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一波机会 可能打一波先手会更好一些 闪现直接给一个QR 哇 奈特4-0了 是 这波复发宝珠一开 几十里卫生交了一个次了 但还是被最后一颗球的能量倾斜给带走 伤害算得非常准 这奈特这个新德拉在这个BO5啊 真的是需要针对一下了 这里这个血量感觉守不住了 交出一个进化吗 看一下独云币这里 是一个干锅 干锅 三六就顶了 这样也没有顶到 但是达出前的挡了一下 垂直的一个钩子 洛者推战还在给方波拉斯反打的一个压力 方波拉斯贴不了身 看这波的大招 第二段也是没有机会 再度的留住逃步的人员 主要还是在两军交视的时候 你先把对方后排的弓箭手给杀了 那这样的话 正面的一个压力就差很多了 两边都有一个神射手 对吧 一边精灵王 对吧 一边这个不知道是 小李广 可以 翔子哥先被Night秒杀掉以后 这个中路外塔 本来血量就不多 最后还是被涛博给推掉了 小李广虽然射得准 但无奈精灵王人家是魔法剑 对吧 是的 那这个中路的外塔被拔掉了之后 下一条两分钟之后出生的一个 算涛博的龙魂团吧 这一波方布拉斯比较难受了 一个是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个 整体阵容打架实力 并没有涛博这边阵容强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视野压力比较大 在整个下半区的一个 自己家这边的野区去做事 也都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是的 实际数据系统 大家也可以在各个平台使用 不输了 这输回家 刚刚因为又杀了 就又收了一波 林伟祥的灵魂 十层输直接 把戒指合成这个宝输了 下一波的小龙团 对方布拉斯来说就是非常关键了 主要这还是一个 正好24分钟左右的一个龙魂团 是 压力给的太大了 只要感觉这一局 堪的发育确实不够看 所以变成就即使待会 耐特这一波团是没有闪现的 但猴子 闪现大概来就好 但是他能不能做到 限制住耐特的一个输出环境 很难 难度还是高 真的很难 因为你看耐特这个装备是领先 几乎对面是一个大件的 但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表现瞎子 闪现躲了一下 林伟祥的一个嘲讽 这里的话看能够进场 想啥预言家 预言家的一斤的甩了一下 又挂了一个虚弱给对方 但这边有个登陋 直接点了回来 这里羊要叫吗 感觉太远了 闪现是逼了出来 小天的一个闪现 是 但是坐着推战推到 又给了一把 又踢到了 又踢到了 家聊赶紧给一个R技能 但是自己也是往后赶紧E 是 互相的支援 独一笔利用自己的英雄登场 来限制涛博的一个追击以后 再拉着刘青松的灯笼退掉 但是涛博这波 已经化解掉了 骑士方plus 想要先找一个正面 多打扫的一个机会 这波的话是一个闪现 换了两额吧 等于说换了两个招式技能 那下一波的小龙团 也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加里奥这边 如果没有闪现的话 他很难去闪现 进去限制到后排的一个人输出 是的 现在主要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的猴子跟加里奥 限制不了套博的一个双C 那套博这个双C 各个都是两件半 甚至三件装备的 这个输出能力 是要远远大于方plus这里的 是 然后你顶在前排的 不管是进场的猴子或者是南枪 面对一个4-0 时辰收割输的一个辛德拉 有可能直接被捡员 方波拉这边也比较难受 就是你的前排没有套博硬 那后排的输出又没有套博强 现在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的尴尬 是 主要方波拉这阵容 主打了还是前期的一个资源 以及一比哥的一个游走 但还是强调这把比赛 我觉得现在去试试偏向套博的原因 是因为包含了喀萨前面仿佛开图般的一个打野的一个意识 以及这一把奈特其实是动起来 而且落者推赛非常的精准 确认奈特这把的技能太准了 还有7秒钟小龙刷新 一个龙魂团 我们再稀数一下两边的一个招式技能 两边的打野都是没闪的 中单的闪现的话 奈特这里是差一点 因比哥是有闪的 现在把几公秘级的这个技能给换掉吧 是的 这一波对方不来说是一个关键团生死战 必须要接啊 这个龙魂不能让 但是时间不太够了 维洛斯直接拿到这个火龙魂 方不拉斯杀鱼而归 哇那对方精灵射手 现在还拿到了神秘的火焰剑的力量 这就有点难受了 对于方不拉斯来说 这种就太恐怖了呀 涛博这边双C的一个伤害 只要打到方不拉斯这边人的身上 他们就很难吃得住 是 因为他们现在 你看林伟翔为了处理这个奥恩 他已经很早第三剑的时候 就摸了这个青鱼 小青鱼 对 然后他是没有什么多余的精力来出一个防装 我觉得最多是做一个叶之锋刃 所以他是一个很脆的一个状态 如果新的拉空到他很容易一套带走 你看到那边的那个精灵 弓箭手还 弓箭还附魔了 对 附魔成功 幽梦升级 这波蓝Buff被拉走 一个很宣切 过去套了一个虚弱 预言架直接交伞往回 所以拉大招是留住了方不拉斯这个位置 反手又是一个精灵射手的一键过来 就如果说我们说是看电影的话 就说他已经集齐了几个任务了 就先去找段招师帮他强化他的武器 留轻松闪现躲阳 正面 陶伯这波 知道你方不拉斯的攻势已经被化解掉了 有兵线就来正面直接压制方不拉斯的一个防御塔的一个血量 现在我觉得方不拉需要一波什么 一波汉子哥这个绕后 是吧 然后加里奥的大招一定要先接到大龙天宫 就是猴子配 直接把双C秒掉 对 先不是说一秒掉 就是我得空到你 我先让你在空中你想两段的R配个加里奥的R 先让你空中再待那么三四秒钟 对 但米子岛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几波汉子哥的进场 他都是只碰得到预言架 预言架甚至就是我卖我自己让猴子进不来 因为我们知道垂时的正面限制对方进场的能力其实很强 所以我觉得米勒老师会说从后方切入真的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一个烈士方 又没TP了 你没有视野没TP 对 主要没TP的话就很难绕后 所以现在我们想翻帮拉斯这种赢团的条件 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太难了 在正面战场也是很难赢的 正面战场是真的很难赢 我们想了一下这种唯一的情况 就真的是大闹天宫接了一个加里奥的R 英雄大闹天宫 自己要小心啊 这一个三连就直接打了一半的血 其实我在想 如果真的给猴子绕到了后 我都不一定可以打得过 因为这边原家他是有个干锅在 可以就一个C位 干锅 这边就是这个干锅 两边的辅助都是早早地做了干锅 是 都是最大的让对方的维鲁斯的一个正面选手 没有太多的衔接的空间啊 说这个时候如果方帕拉斯这边 真的要抓机会的话 得要抓涛博的人落单的时候 但是看现在涛博这边完全不给这样的机会 我这边也不去单单 我就几个人抱在一起 离得比较近 而且现在对于翔子哥来说就更难受了 我原本的装备就不如对面的射手 然后现在对面这双膝男妖女妖都带起来了 对吧就是两个女妖面纱 第一剑还要破套套 刘青松是肯定被秒的 接了一个狗接了个羊 上一波把闪现交完 这波没有闪现可以躲了 那这个龙怎么办呀 还在第一 那边很着急 想要下去吗 但是被预言家跟奈特两个人追着跑 下去了一个 藏在草丛里面 猴子 又被推了一下 射到了是假猴 但是大龙的血量 已经被涛博一点一点的压到 剩下一半了 现在就是要看汉子哥跟音笔哥的一个配合 但是涛博好像没有给这个机会 南枪在绕 但位置是被找到了 另外一边奈特单点在找林伟祥 林伟祥交了一口指标 奈特要悄解秒林伟祥吗 英雄登场给刀以后即使 秒掉了 哇 好取掉人头以后 这波369已经杀疯了 闪现一个头锤 让后方的预言家 就拿到了这颗人头 奈特真的是太强了 他一个人没得对方三个人 秒掉你的ADC还全身而退 这一波真的是让方布拉斯很绝望 那这样的话 涛博携带这个大龙buff 至少是一路高地 甚至有可能要一波呀感觉 一波感觉很大 但是他们今天是要稳吗 回家好像就不会了 没有TP的斯能拉 这波回去还是要稳一手 完全不给机会 那一路 一路先拿下吧 这奈特这一波太夸张了 时长还没有到三十几分钟的一个lay game 所以复活时长还是比较短的 这波套布也是先稳一手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算是胜券在握了 对 而且这波奈特回家摸了一个秒表 那他就更难死了 其实上一波他这样进来杀 都是没有被方布拉斯杀掉的话 你看这波奈特 我家里奥顿给顶了一大捆雪 但是后续还是补了一个Q 这真的很绝望啊 就你三个人面对一个辛子拉 治不了他 是 就连汉茨哥在一开始实际上想要跟小天进龙 可因为那个地形对猴子来说是有利 但他看到了后方林尾翔有危险的时候 第一时间其实已经回脱保ADC了 是但保不住呀 对吧 这个辛德拉真的是太难了 是 只要英比哥过来的那个嘲讽没续满的话 没有让猴子接到一波ER的一个机会 这怎么明明是一个法师玩出一种刺客的感觉 我觉得后面机场得办一下K宝这个辛德拉了 K宝这个辛德拉现在太夸张了我觉得 对其实春雪的手也能感觉到了 这个音乐没有放出来过 就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自信 敢于打PLAY的自信 你们知道现在在欧美的观众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召唤师 锁定了我们这次的一个亚洲的一个MSC 给NITE取了一个称号 可以分享给我们LPL的观众 叫做Mr.NITE 是 就Mr.上一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那个 那个人 永远女神啊 大家知道 至高荣誉 是 至高荣誉 就可以说类似我们OPO文化里面的这个 真主级别 对吧 是的 当然NITE还是需要在国际赛场更多的去拿到成就 更多的保持自己的状态 当然这只是游戏的第一把 是的 不过现在游戏第一把 方波拉已经面临了很大的难题 面对TOPO的一波四人上高 他没办法去守 ZWINB一几能过来 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TOPO这里的话 现在携带一路兵线的优势 感觉想破三路 至少第二路肯定是拿下了 下路的超级 下路的兵线是被309带了过来 现在方波拉真的是正面 你说现在就让猴子进来 我同意刚刚我们佟老师说的这个 对吧 就是进来你现在的伤害应该是秒不掉了 对 包含金德拉普的表 来了 哈德哥 能不能表掉 哈德哥 被看见了 流了 都过来被一个控制守卫给看到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 现在方波拉 闪现了一件 这 杰克拉普这胆子也提大了点 这火龙魂 嗯 伤害太暴标了 汉子哥被R上过来了 又杀汉子哥 过来选手触发 想要秒一下对方的后排 但是拉开 汉子哥残旋 大家接被秒掉 这样的话只剩下杰克拉普一个C位 这里的话还要抄本杰克拉普 这样就会抄本到了 对比想杀 团战可以输 但阿水必须死 对比杀掉了李温翔 而且正面369 现在是被单打的一个局面 后面李温翔是被保护住了 但是正面的团战没有处理掉 喀萨以及预言家还有369 后面魂师给团 只有369太肉了吧 卡的对方四个人根本就死不掉 一个狗子 算是防普拉斯一波 我觉得算是对他们来做打赢的团战了 就唯一的可能性被他们抓住了 对这一波的话奈特的秒表没有开 然后预言家这边的干锅 不知道CD没有好还是距离太远了 没有给到 是 就在我们关注前面被 其实正是涛博主动动这个落后的汗 对吧 这带动看 因为其实猴子没有进进去 这波不是大闹天空 这波是36G走回上侧 对吧 你们看猴子的R是往后走的 R了一段以后 正好赚到一个没有闪现的辛德拉 辛德拉被南枪一个大招带走 因为吃了太多的AOE了 这个落也正好被杜云并尝捕到 杜云并追着JK勒夫拿下这个人头 在外面回来 这个龙魂好像守不住啊 感觉防普拉斯过不来 过不来 又被推了一下小天 位置已经被抓到了 而且369 现在有点恐怖这个大洋 撞了一下没撞到 但是现在361个顶在前面 跟对方根本打不动他呀 还有一个狂突 哇 他现在就去前面去吃维鲁斯的Poke的 Poke完了之后在后面回回血 维鲁斯的剑打在365身上是真的不跳起 不跳起 你看这一剑 还没还没回得多 三路被迫了 三路被迫之后放PASS 冰险压力太大了 他们这个阵容清线其实不快的 是已经是最后一座门牙塔了 最后的桥头堡 一个一青年顶到 呼呼到一个真的 这是真的猴子 猴子感觉要在塔下 直前面一秒 现在大概是灌到了小天身上 相爱相杀呀 就数撒一下 那就又过来尖与散花 晕到对方三个人 在泉水面里面 放放这三个人员 没有办法出事 陶伯的一个正面猛攻 又勾到了 勾到了一个一笔一颗 紧身开起来 这已经是亮标的时间了 陶伯第一局盲选局 率先拿下 恭喜陶伯 陶伯这把不论是前期的节奏 雷达哥跟那个奈特两个人带的 包括中后期的这些运营 包括他们的这些小细节 都打得太完美了 是的 根本没有给方布拉斯任何的机会啊 我觉得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关键点还是两边 打野位的关键选择的这个差异 一边选择野河 一边选择节奏英雄 当节奏英雄起到节奏 不是第一局 我们不看好方布拉斯 而是在这种前期的 包含队戏 包含15分钟的 前两条峡谷先锋的一个归属以后 其实大部分的观众 我相信都统一这把的节奏 其实是完全被 陶伯牢牢给握在手中 主要被咔嚓掌握住了 所以下把我觉得小天的英雄 他可能会放弃这种 男枪啊千奇这种英雄了 转而去选择像巨魔 瞎子雷克赛 这种前期好带节奏的 这是一个点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因为两边的打野 说实话都是节奏大师 就看谁能够先把节奏带起来 是 结算面板上 JK勒夫的一个维鲁斯 贡献了全场最高的一个输出 这一把的输出伤害 一定是两个维鲁斯 排在前面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提 就是 其实我觉得硬逼哥的加里奥 在我看哦 待会进入到正常的 Bension模式的时候 有B有P的模式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加里奥是可能对手要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加里奥在处理当前 几个优先期高的AP 其实他都是能对抗的英雄 是的 包含这把打辛德拉 对线其实硬逼哥 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 硬逼哥这把的加里奥 算是一个SVP吧至少 因为你看他在这种逆风局面 他其实还是 能找到一些机会的 所以两边的中单英雄 一个辛德拉 一个加里奥 可能是之后的BP 两边教练组会考虑办掉的 是 K勃这个辛德拉太夸张了 挺尽力的了 其实 斗硬逼这边 而且 就 昨天嘛 昨天Funplus第一把盲选 也是选的野盒 然后同样输掉之后 后面他们BP模式 我记得选了三把 节奏性的一个打野 是 他们这边调整其实是蛮迅速的 所以我觉得Funplus 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 像刚刚米洛老师说到的 拿一些结构性的打野出来 对 我觉得是不得不拿了 对 配合DOMB的一个带结构 因为其实这把看到 几拨的结构 都是家里要单人来带 但是小天这边一直在发育的 是的 对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男枪 而且昨天其实输给京东的盲选局 他的输法不一样 那是两个野盒 对方的野盒 前面2-0开局就炸了 对吧 但是这一把的输法是 其实 涛博的 没有给到小天发育的一个机会 是的 小天最后那一波 下路那一波 挡住了第一波 三路高地前的攻势的那一波 其实是 已经有点 像猴子其实被迫开到 这个Night 然后小天的一波连招 其实是看得出来 他对于男枪是有一定的熟练度的 但是这个已经没办法了 主要我觉得方普拉斯需要小天做更多 对吧 你想半决赛 为什么方普拉斯能晋级 其实就是小天的节奏 压制住了卡纳贝的野盒 是 那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总决赛的 后面的机场里面 可能小天需要 站出来做更多的事 方普拉斯需要他这样做 对吧 其实就是方普拉斯一贯 我们认识的他 其实就是一个中野联动 无论是四包二也好 或者是三包一也好 就是他们的中野 一直两个人一起走 然后打出一个前期的优势 但是拿到野盒的话 其实光靠东京币一个人带动前期的优势 那这个时候 如果对面打野找到了更大的一个节奏点 那其实他们这边就很难发育起来了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如果比较两个队伍来说 虽然我们也会觉得 涛博是一个中野队伍 两个都是中野队 但是涛博的中野 比起你如果谈节奏两个字 你会觉得更适合方普拉斯的属性 当然这把盲选的阵容不一样 因为我在昨天自己模拟的时候 我还在想 甚至有没有可能出现偏排位的 就是冰女加上南枪的这种方普拉斯的选择机会 因为你说加里奥跟南枪的配合 其实也没有到前期有那么大的节奏感 也不是特别好 对 主要还是想补一下伤害吧 这把的高光回放 其实除了这波失误 以外他其他地方打得挺好的 对 369不是昨天 也是感情999 对 但我必须替猫黄说一句 就是这个羊还是放的 在我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好 对吧 猫黄对369来说 太严厉了 那因为喜欢 所以严厉 对吧 爱之深嘛 对 哲之切 雷达哥这把这个节奏呀 哇 下路一开始 第一波反端道 然后连续几波都是 就是配合 就是中 在视野的优势下面 直接直接抓一个先手 来了 第一波 阿赛 结果南将碰到辛德拉 没办法 怎么再多一波 就是把你的中眼 分开几波 喀哲这节奏太舒服了 而且辛德拉发育这么好 他们这边也是 腾不出更多的钱 来做一个隐魔刀来限制他 只能依靠这家聊的盾 硬扛 对 他吓人了 就辛德拉 就局势打成 只要奈德推到人 就得死人 对吧 这波甚至都没推到 就看到血量 不是很健康 直接闪现给一个大 主要是把辛德拉 这个高光镜头太多了 要不是辛德拉 这么多高光的话 其实这把我觉得 还未必给瞎子了 对 因为雷达哥这个节奏也很舒服 但这把奈德这个辛德拉 确实太高光了 两个已经是达成了共识决策吧 大概率是 我觉得是的呀 我本来还想问一下 其实我觉得想给王森 其实我们都很认可 这把雷达哥的一个作用 但确实 就highlight 你看这个辛德拉就很吓人 场上十个人 我还想在最后补充想夸奖一个选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猜到预言家 因为我觉得在松松面前玩锤石 这个压力可想而知 但毕竟也是预言家的招牌 对吧 对 后起之秀 其实一开始我知道预言家一个选手 就是他当时在LDL玩锤石 就是人如其名的一个感觉 然后他刚开始上LPL的时候 感觉就没那味儿了 但是就这次比赛能看下来 他是找到了最一开始 他的自己的一个打法了 就没有说当时就感觉 可能跟队伍有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 其实从半决赛第一场 我记得预言家那个锤石就 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看来这把的一个粉丝贡献榜的前三位 前三位 第二名锤手 第三名是我们的刘青松 好第一局打完了 不知道就是应该可以说我们MST 或者是我不确定了 但可能是近几年 大家也少数能看到盲选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当然还是觉得很新鲜的 那待会儿要进入到我们 传统的一个BP模式的时候 优先选边权下一把是属于FUN PLUS FUN PLUS 这里还是选择蓝色方 一二场都是选择蓝色方 那我们来公布MVP 雷大哥 铜系老师 这边领先米乐老师一分 终于我们的MVP评比不看数据了 看节奏了 不是我讲了讲还是可能跟数据有关 因为斯拉死了一次了 哦 你说这个零跟一的问题是吧 对 所以你把雷大哥这个节奏前夕太重要了 对了来了雷大于一 不是在暗示啊 是死亡数雷大于一的一个死亡数 5-0-6 在昨天啊 就是我在布神的直播间听他解说 布神作为一个这个也是资深教练 农誉教练对吧 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挺适合现在 就是当我们的联赛开始不只看数据 来评选MVP 关键先生的时候 我们的联赛的高度也是在往前走的 对吧 这把没有前面CASA的铺垫 可能也没有让随手 让这个耐苦度这么多的一个 去发挥自己的一个机会 对 是的 那到游戏影片圈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所以我们就稍事休息 然后来欣赏第二局我们的MSC冠军赛 到游戏里的一场 在游戏里面 非常有利的 我来觉得 我来说 我去设计 这方面 我设计划 超级贷子 我说 我不想有点 我设计 每个人都会是 我们的个人 今天 我设计 这种可含确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支援是比较快的 因为中路独硬币选手比较爱支援 他可能就是 随时都能来搞我的那种 我要多爱小心他的中单 节奏英雄 所以我在想 套博这边要不要针对一下 这边硬币哥的一个卡牌 这个英雄其实当前版本加强的 还是蛮大的 而且他拿到这个英雄之后 带节奏能力也是挺强 有没有可能会到四五手在 因为前三手的红色方 可能套博没有那么空域的一个边位 是的 感觉是维鲁斯加里奥要办 好 扇子麻 对 米德老师一直在说的这个点 对 这个英雄我们赛前也讨论过 跟英雄哥这个卡马 不能放 半球赛好强 Eazer Ray 对 这也是杰克拉伍的一个招牌英雄 EZ 那这边厄菲罗斯卡里斯塔 感觉二选一要不都放 但两个队伍其实都体现出一个 对富头之毛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偏好 我空边掉了 这边是还在闪 是空边掉了 因为秒数其实没有到 应该就是直接点了一个空边 诺菲罗斯先选下来 然后蓝博 蓝博 这也算是防不拉的一个体系吧 蓝博体系 那等于一样是 背了两手的Dewinby 背了两手的Dewinby的英雄 然后手抢了一个恶粉刘斯 淘博应该会把锤石抢掉 不给对面这样的一个组合 冤家的锤石 手比较热 先把锤石拿下 AD再想一下吧 AD不急 因为其实最近阿水这边玩的一个蛇女下落也挺多的 虽然法盒不太可能出现了 毕竟现在下落的英雄选择还不很多 我觉得奥恩还是不错 菲罗已经被按掉了 369D把奥恩抗压上瘾了呀 这个英雄确实发现他好用啊 就看一下堪有没有准备 专门来针对奥恩的一个英雄 因为堪好像比较少拿船长 在来到LPO以后 对吧 就是因为奥恩的一个缺点就是 他压制不了发育醒的一个上单 对刷 然后我刷起来比你强比你快 那塞拉斯怎么样 塞拉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轮我觉得可以选 但我的淘博第二轮有可能也按 当然也是要跟观众再次强调 前面应该是显示了一个问题的错误 就是不是空边是蓝博 画面上面大家也都能读到的 第三轮要不要加里奥呀 加里奥不选的话可能后面会办 冰女也不错 冰女 对 上次 这边方布拉斯在没有卡马 从他去选用冰女来代替的 这种奥拉夫我觉得选的 是蛮好的点在于 淘博的前两手上辅的一个控制能力 是拿满的 奥拉夫是一个针对控制阵容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野 那边感觉可以继续瞎子呀 瞎子雷格赛 还说先要帮Night拿 我觉得现在在攻头拿中海拿野 Night拿的话感觉就是 妖姬了 但AD要不要拿 你女枪不拿后面也有可能被暗掉 对 还有女枪 是 都忘了二粉流是女枪 这个作为各赛区的 季后赛的一个AD组组 主要感觉女枪这个版本有点弱 还一般都是那种 AD扮得差不多了 没办法拿个女枪 但是我这局 我后面再变你女枪 你就要到更后面的选择 考虑拿德莱文了 哈勃的第二轮 感觉比较值得扮的几个英雄 我们想想 佳琉 佳琉 用女卡牌 对 包括射击 都没有扮 射击 对 射击感觉 因为京东用的比较多 然后一个就是 还有LCK队伍用的比较多 但是LPL的这两支队伍用的 不是那么多 是 但FUN PLUS如果拿到是有 第一天是有玩那个下路的辅助射击配 赛纳 林伟强拿赛纳的这种体系 对 黄子 黄子在本次的MSC里面 只有一场进Benway 然后没有被选择 这是很少见的 打欧拉夫算比较好的 这里刚刚是佳琪说到的一个卡牌 也是英比哥的一手支援型的英雄 英比哥这个卡牌经常20分钟没AP的 然后右边的这种 很像我们春季赛这种 典型的女枪 黄子确实想一想很不错 瞎子 只有雷克赛了 只有雷克赛了 卡萨 卡哥这里要自己玩一把男枪 双枪女枪加男枪 我盲选不出野核 不代表我真的掏不出这把大枪 格雷福斯来了 这个英雄 船长是有可能的 船长的话 那中路其实我觉得佳琪奥的概率会大一点 天使吗 船长跟佳琪奥 想赛哥的调皮还是真的要选择 选了天使 天使这边看最近在让口里面练的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也可以配合佳琪奥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补充佳琪奥输出不足的一个缺点 对我觉得天使跟船长最大差别就是输出储星 对吧 我打奥恩的点上我都能发育起来 我船长毕竟还是一个物理核 对吧 但天使是一个双伤核 而且更偏AP 混合伤害 是 那这边的话飞机沙皇其实都不错 因为他这个阵容没有AP伤害 也没有一个大后期 就是真正手比较长来carry倾线的一个英雄 对 应该是一个AP大核 这算是三个AD了 女枪男枪加一个飞机 是 点塔飞快 三核带一个肉 带一个上单的肉 以及一个进口宫特格手的一个垂时辅助 而方布拉斯这边阵容其实艳莉 这把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 方布拉斯是需要一点节奏 但是必须透过团战来分胜负的一场游戏 确实 方布拉斯这个阵容 感觉还是比较看 汉德哥这个发挥的 汉德哥这把选了一个天使 对 方布拉斯这个阵容 他的前期中也会更主动一些 所以前期的资源的话 套波这边要防守好 如果防守不好 方布拉斯这边 就是发育的会比较顺一点的话 那个天使很容易就顺利登陆到一个16级 是的 因为你南枪加上飞机后期的打团 这输出能力绝对是拉满 但是同样的在节奏这个属性上面来说 是非常非常差的一个组合 就两个人很难中帮也也帮中 但这两个英雄 就对于卡扎来说 就是他能不能规避掉 小天跟杜因币的一个对野区的侵略 然后进一步保障 甚至领先自己的一个刷野疏率 对 你说 你先来 这我牵上 其实我刚才说 韜伯这个转眼阵容节奏点太少了 飞机加南枪也是要刷的 对吧 就垂直跟奥恩 反观人方布拉这里阵容 我可能感觉他整体性会更强一点 是 对吧 奥拉夫加里奥很舒服 而且你想天使的大 那个加里奥的大 保护能力都特别强 好 两边的一个阵容 两位老师都会对了很详细的分析 我们一起来期待MST的一个第二局 进入早安车峡谷 季中杯的方布拉斯对涛博总决赛第二局 正式开打 刚刚米勒老师发表了一下 补充了一下他对于两方阵容的一个意见 刚刚同学老师好像也有想补充的 对 我刚刚其实想说 这把方布拉斯打下路四包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上路这个天使 这中野上去 帮也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吧 因为他确实前期战斗力太弱了 而且抓一个奥恩上把也看到了 效果确实没有那么明显 那如果这把他们前期 可以把下路GKLav这个点摁死的话 等于说中期套波这个阵容是没什么伤害的 在你南枪跟飞机还在发育的时候 方布拉斯能不能打出中野的一个节奏领先 进而去浮散 确实我同期说的就是说 你过早了去帮助天使 上半部去打一个三包一 这个作战不如去实现方布拉斯 可能成名过的一个四包二 往下路进攻的一个体系 方布拉斯这个队友 还是比较适合打下路的四包二 对吧 而且这把上路又是一个奥恩 确实刚才我们也说了 其实方布拉斯这个阵容 他们的整体性会更强一些 看这把汉子哥的一个带法 勋结步伐 然后这把的天使的出装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出的吧 因为这把他跟厄菲多斯两个 两个人的输入环境 我觉得都不错 对吧 你想想对方是三射手 方布拉斯有三块肉 是吧 包含辅助其实有三个前排 他们三个反手技能都不错 所以这把感觉 方布拉这个阵容 我个人会比较看好一些 大家还要看打野吧 打野这个版本确实太重要了 对打野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回调 对吧 就现在对于打野来说 能刷的打野 是能不能上场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这边做一个视野 是被看到了 1v1的话 前期天使还是稍微一点僵 这波被扫了 好痛啊 对 A一下 去做视野 被这边 Night先升到了一个二级 是 这个视野其实是方布拉斯的 Dewin B 利用拿自己的状态去获得 看能不能给小天 一定的野区的一个资讯 他可以判断的了 南枪现在在下半步 而且一直没有往上半步走 但可惜的点是 涛博趁巧抓到了这个视野的一个位置 南枪可以绕一下 南枪现在在绕 是 完全绕过这个眼位 但如果在30秒 再看不到这个南枪的话 方布拉斯也大概懂了 是 因为F6一直 毕竟是可以辐射到F6的一个位置 小天这把的话 确实比较容易抓下 下路感觉配合家里奥 还是蛮好抓的 所以在6级之后 上路这把可能就是一个对刷了 但是我们看KASA这个位置 天使神奇还要抓一下 F6的眼位是不是给汉子哥一个错觉 汉子哥这边感觉要死了 烟雾弹跟上A一下 后面有个TP 这两个人没有沟通好 雷大哥感觉要被骂 全是冰 哎呦这冰太多了 但是369也是被家里要 一技能撞起来 去满的布朗护盾 被挡了一下 但是W挡住 前面一个一技能往前冲 英比哥这边还在黏 看见小天能不能给到一个 俯持的一个简直 闪现给俯 他这样子走不掉了呀 被一技能撞起以后 小天顺利拿下人头 下路也打起来 看到的是预言家先被集火 血量肯定剩200点 交了一个闪现 这把方布拉斯一个 少路的支援 勾到了一个杰克拉 我当然这边被反刷了一下 反手定了一下 杰克拉跟冤家两个人 是 但武器不好 刚刚林伟强是刚把通地刷掉 所以没有一个爆发型的一个武器 但这波对拼完事之后 方布拉斯这边下路是转的 转了一个周二十技能 是的 而且上路刚刚这边 KASA闪现跟Q 可能是想要把Q打到墙上吧 他应该是想要Q闪 直接打两段 对 想要把 那个瞬间爆发的伤害出来 但是后面 好像没有打出来 是 最后剩一丝血被方布拉斯的一个中野支援感到 中野支援 对 对 而且这边天使拿了双buff 上路有难受呀 上路有这波裂了呀 没TP的呀 这里又被Q打了一下 这也抵透了 是 就虽然我们说前面确实因为 阿富雷我们在讨论的那个 前面的英皮哥 他那个眼位会给到 包含了堪奇在河道放了一个防守眼位 对吧 这两个视野让他认为他这波危险的兵线不需要叫小天上来掩护去前推 然后正面369是直接交伤去留 但是追到塔前伤害就差那么一丝丝 W打完B闪以后 感觉应该是很难杀 说实话这一波 因为小兵来了 南枪这个英雄在兵里面包括在塔下太容易被挡普攻了 是 以前标准的情况落出的画面都是因为南枪打野这个英雄 南枪这一波逃不着上也给炸了 这波QE 还要来 但是364的旋律太低了 被塔打了两下 看三下 哇 奈德克这个双BUFF转移 哇 应该时间都快到了 对 这波 TV下来受人头 必须说看大失误 这波超级巨大失误 打三下 他吃 他在塔前吃了QE 而且他是 被三连 就他已经是吃到塔的仇恨了 对 这波就 309打的挺好的 他第一时间直接分打 他把他撞起来了 打得比较果断 因为这一波 我觉得堪是想要直接扛上塔伤害 把他杀掉的 这波Night很舒服 TV下来正好一个残血的 直接拿下 而且双BUFF转移过来之后 英毕哥在中路也不好受了 马上要到6 已经到6的一个Night 就像中路的话 反而Night可以完全不管自己燃耗资源的一个问题 这样英毕哥可能就不好推线了 是的 看这一波 汉子哥在塔下 先是受到塔的仇恨 一下两下三下 这有点不太应该 他是想打了一下之后扛到塔 然后直接往后退了 对 下一波进来 你就不能吃这顿兵了 对吧 下一波Q1你就得死了 下路 预言架没闪现的 看看这波有没有机会带走 预阵很动 简步到 反手勾了一下 南枪在后面 预言架能拖住吗 感觉拖不太住了 卡塔在这个草丛里面 好像不太敢上了 这波闪现没动 但是如果有闪现 这一波没有撞 这波反而方普拉斯三个人有点危险 双麻布的奈特赶过来 但是伽利奥也在往下路靠 伽利奥是有六级的 是这波不敢上 炮博的喀萨跟奈特 终于也决定撤退了 毕竟 冬币是随时可以在资源的一个辐射范围内 这又是一个六级的伽利奥呀 辐射范围太大了 方普拉斯是在上路失利以后啊 就是在堪送出了第一颗人头以后后续在下半部又抓回一个节奏 总的来说这把方普拉斯的节奏还是起的比较不错的啊 小天这边收获了102的一个数据 前三个人头都跟他有关 本来在这个版本里面哪边的打野能率先带起节奏 确实会在比赛里面站到一个很大的先机 而且说即使是上半部刚刚看似被防御塔加上赶到的奈特杀掉 但是上半部现在的一个领先还是绝对是汉子哥窝在手里的 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推现一个人收塔 天使这个英雄拉起能力比较强嘛 奥恩其实就算把他碰到了 如果让天使拉开的话也是没办法跟一个后续伤害 而且你是要打一波的那种英雄你真的要跟我欧英叫阳那波我还有打招 而且这你看这把369都是直接带补灭了 就没有必要去带就是起风秘笈去批一个单杀的肯 小天很顺利的把第一条的火龙给控到 小天那把节奏起飞 奈特的这个双buff是已经结束了 银币哥现在应该会继续的想把自己的线权握住 然后跟着小天的奥拉夫来打一个中野的一个上下地图的一个路线 不轻 汉子哥现在打的确实是挺融入的啊 经常兵线推完过去在中路逛一圈插个眼什么的 现在也想要加攻速一下吧 我感觉 现在这个首发位置对吧 得站稳了 后面有对吧 有公子哥在等着呢 现在正在滑跪呢 不至于啊 1-1 开个玩笑啊 现在两边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发育期吧 对应币的第一个大招还在手上 但有峡谷先锋喔 所以现在看两边 关注的是辅助什么时候 有人往上漫步靠 双人组现在其实即使刚刚起杀了一波预言夹 但 补刀上面JK乐夫跟林伟强是平起平坐 这把感觉节奏会比较慢吧 因为方姆拉队虽然想起节奏 但是TOP这样一个三射手阵容 反正前期是打不起来的我感觉 至少得等飞机出到两件之后 你也不太好动对面的中路 对吧 现在还是像尤其是刚刚那段时间 奈特是因为意外拿到了自己的双buff 中央飞机一直在顶这个冰线 现在就是中野没办法往下 像童夕在赛前所说的那个 给下半步的压力对吧 你看下半步甚至是JK乐夫跟预言夹 都可以把冰线顶在一个中线的一个位置 对 而且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给下路压力了 因为这个峡谷先锋在 就一旦你这边中野下去之后 这边KASA可以直接去动这个先锋 是 下半步JK乐夫是少回一次加的 就直接看你吃你的一个渡沉 而且有爆破点掉了一层多 上半步现在好像辅助已经过去了 勾到了飞机 但是有炸药包 直接溜掉 大招清兵 JK乐夫这边应该是想家了 要回去了 就不知道上半步他应该也不会参与到 这个峡谷先锋团 多推一波线 这个时候方布拉特拿峡谷先锋 好像套波是毫无办法的 就多一个辅助现在上半步 对于套波来说 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让你 你慢点打 但最终还是守不住 一个六级的大太坦 感觉当方布拉特拿到太坦这种英雄的时候 他们确实前期的这种联动会非常的紧密 要直接放上面吗 给天使发育 大概率是这样的吧 对 对吧 这左边这个最值得吃峡谷先锋的英雄绝对是天使 对 两个人可以一起过来先推掉一层半 那这样塔掉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对方布拉特来说也不一定是特别赚的 因为他这样天使的话不是很好找发育的地方了 不过那这波钱吃到肯定还是很舒服的 就变成没有安 这么好的安全去去吃 对 但可能推得过深 还是要放了 好 我觉得待会有没有可能会安全线会留给天使 天使间换星下落 一个是一个安全的 想打想定汉子哥 拱起来一勾 但是这边奥拉夫有一个大招 我天使三六九 点了一个灯笼应该是自家一个E技能 刚刚是灯笼给了一个小护盾 要不然血量其实已经进到斩杂线了 小天一个斧子可以杀掉这个血量 但这个塔稍微撑了一会儿 是而且硬币哥也是刚刚在网上办法 小天没没大招的这一波有危险 有点担 但他能赶过来能不能来得及 但是家里要给一个大 家里要过来了 这波看要继续进攻 塔下的一个喀杂血量已经很危机了 给了一口治疗小命 想要直接嘲讽 嘲讽住了喀杂 看这个血量应该是被被动直接一拳一死 天使的大招 天使保护住了小天一丝血 正面过来三六九吃到一个钩子 反手刘青松这边也是被预言家给勾到 看一下后续 看你是直接交闪贴到三六九的脸上想 杀又是一个杜朗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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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狈 直接炸死两个人 完全火箭轰炸 炸一下平A就是三杀 对比左扭右扭 没有扭掉 关键的R技能三杀入手的奈特 那这样涛博上路其实打得可以接受啊 我觉得芳姆拉特打得太极限了 他们全都是这种残血操作 包括那个加里奥 包括那个后面的汉子哥这个跟闪 打得太极限了 反而被一个满状态的奈特收获一个三杀 那一个4杠0的飞机 对芳姆拉特来说中 中系的压力就有点大了 是 还极限了这一波 原本上路这一波的进攻 其实是芳姆拉特的大骑士 是啊 但是感觉后面 包括汉子哥那个闪现 包括后面加里奥的闪现 就有点太贪了吧 我觉得 就没有人在管 戴特一起在点 这个时候感觉可以溜了 然后汉子哥闪现过来 然后包括加里奥又是一个闪现 虽然杀掉了这两个人 但是这飞机太爽了呀 对 但是这一波的话 芳姆拉特这边天使也是收掉了两个人头 所以两边的一个大后期的保证 都是有一个经济入账的 对 不过天使这个大人头也是被奈特拿下了 奈特现在一个四杠零的飞机很恐怖 而且矿刀也是刚刚爆了 估计三向马上要做出来了 刚回家三向是不是有可能 什么两千多次了 这种跨章的数据 太大意外的话 来 看一下真面 叫阳了 上右手 没闪现的 独一笔 但是小天在后面 过来就加一下 一个一进的往右拉 淘宝这个阵容留意能力比较差 看着波也是从上半部往下走 就说如果没有刚刚后续 就是还想杀飞机 被飞机贴脸一个Q进的杀两个人头的话 刚刚的那个经济面板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接近红绿灯 因为飞机可能就还在一个发育 虽然是发育的不错 但方普拉是挺轻视 但这一波反而给了 红色帮有一个单独的大哥 对吧 一个6000亿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飞机 主要飞机装备太好的话 他中期防守能力会很强 在包括有时候有炸药包的情况下 他还可以用作于进攻 还可以打一些本来套魄 觉得不好处理的时间点的一些团战 是的 现在方普拉虽然手握着一些主动权 但是说实话优势 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吧 就那波送掉三杀之后 我感觉现在两边的局面是比较接近的 龙魂这把是一个蜂龙魂 能不能先稳稳拿两条蜂龙 然后蜂龙魂的收益 感觉方普拉虽也不算特别大吧 一般一般 超伙现在其实就是等一下自己 自己西位的一个发育 当然这一局我觉得其实小天的一个节奏带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他的等级也没有因此被野核的一个男枪给刷得比较 拉开插去 这上面这个飞机很难受啊 特别是有红buff的飞机 就勾了一下 我感觉现在的线上存管应该挺多的 因为到这个时间点 他的装备再拿到这么好的一个发育情况下 应该不会像这样 他要回家直接拿三项 我的天 就刚刚我也在想这个装备一定不止这样 对 因为他收上的那个魔忠就是两千多块钱 对吧 六千亿的经济 那你说这把耀光值三千块 这什么耀光对吧 所以他身上是必有存款的 三项 三项法穿鞋直接做 三项法穿 七千亿了现在 就现在QinB其实对线对的没什么问题 但对着对着又跟上一把有点像 上一把是4-0的辛德拉 这把是一个4-0的酷奇 对那其实现在飞机在打团的时候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作用了 有一个三项在 他只要某些一进化就是强势期了 对他也是大大弥补了一下自己这个阵容 其实中期伤害点比较难以的一个劣势 他把涛博的这个中期的这个 腰部支撑给做起来了 中期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对于涛博这样一个偏后期的一个阵容 是 中期如果扛不住方布拉子 应该就是30分钟左右就一波了 过来想抓 直接给大 交一个闪现 但那边有一个羊 撞一下对方的野博 刘青东顶了一下 飞机杀妖猫赶过来 这波不好接 方布拉子敢要往后拉 刘青东被打了一套 一半的悬挂出来了 有一个虚弱勾都没勾到 看起一个死亡秒秒 闪现还没有好 那这边刘青东直接被 又是被奈特收下了人头 是 方布拉子其实是在中路看到了 人想直接正面打一个先手 但涛博其实大部队就在左翼 然后包含了最重要的是369的羊 第一时间给了涛博一个反打的空间 现在这个5-0的飞机啊 太难处理了 但对于方布拉子来说 有一个比上一把会好处理很多的点 就是这把的奥文是握不住的 第一塔法就不好 第二我的阵容就是更好的 比起上一把自己的阵容来说 更好处理这个三羊 主要是混合伤害比较足 奈特很长的OP选手 这边是拿下塔 但是上路的第二条先锋是让给了套博 方布拉子现在决定 还是更多的去拿塔的资源 也方便后续自己把视野压制到对方的野区 对 那套博这边拿到这个先锋 可以来利用下一条小龙的一个争夺 就是换资源 对 因为如果方布拉子直接拿到三个龙点的话 套博其实就算现在飞机发起来 那他们一个随龙魂 包括远古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是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 你会让远古龙出现在一个三十多分钟的一个节点 对 那个节点飞机绝对具备作战能力 但可能奥文以及他后续四十五级 想要给队友强化的那个时间点 就会被很大的停这一招 两边AD这一把 其实舞台都没有相对的那么大 对吧 两边AD这把感觉是工具人 是 这版本AD蛮难出彩的吧 我觉得 三阵套这个时间节点 现在都不是一个游戏重要的 最胜负手的一个节点了 等一下这版本你们又觉得 AD啊 开人能力最强的反而是EZ 是吧 尤其又开发出了就是冰犬加十五的这一套 对吧 对抗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上路很多英雄的出租属性属于物理属性 所以你这个冰犬的物抗机加上十五的一个物抗机 加起来也有一百多点 对 这边就像刚刚同西说的利用这个峡谷先锋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第三条的龙控下来 套博是很想控制条龙的 哎呦 加古前锋没有撞掉方普拉斯 但这个防御塔的血量已经是一丝丝了 只要有冰犬进来AD点两下就没了 而且包含了套博这边其实是有两个手长的ADC 想利用中路的冰线做一个牵扯 勾到图因币被拉到了TRACE的亡灵女蕴里面 在这波反手一个秒表来躲草否 后续再给一个大招 图因币也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表 以后一级能往后拉开两边互相试探 其实都是想要在正式打龙之前 看能不能先捡员对方一个 而且刚刚这个秒表应该是躲掉了给了斯的大招 抓到了 现在给一个大招 随时 随时直接被秒掉 方普拉斯这波打得非常的不错 利用对方大招 比较少的一个情况 又有一个W技能扣了一下对方的男枪 是 而且刚刚旁边天使在偷点JKLOVE的一个女枪 这波方普拉斯的血量是有点优势的 回头应该要主动比这条龙 这个龙应该是有了方普拉斯 套博看起来不想放啊 套博有没有丢去把中塔点掉 套博这个位置感觉不是要往冰线 他们想打团 闪现哪有 刘兴套这个位置有点脱节 被撞了起来 刘兴套有个天使的大招 而且在里面的成本成本非常的漂亮 已经被秒了 奈德这边是个大人同能不能活下来 奈德这边被删两下 奈德倒进去 这波套博有点太冲动了 因为他们大招啊太少了 他们刚刚那一波团战为了打那个DW的精神 浪费了我觉得应该是三个大招 包含了女枪至关重要的一个大招 所以我觉得因为JK勒没有打 所以套博的选项 他不是想打正面龙坑的团 他是觉得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位置 确实把方博拉斯打成二二三二的一个阵型 有两个人 刘青松跟DW在左侧 然后他们选择开人少的地方 天使的大招太关键了 天使的大招太关键了 而且他家聊的嘲讽 我是感觉他们可能是低估了这边方博拉斯打不速度 又拔起来了 林北祥被勾了 这一波是个 应该是想把这波兵线往前送的 然后直接走到了JK勒夫跟预言家的脸上 这波对方博拉斯说是挺伤的 而且这个塔好像也要被JK勒夫点掉了 是 扛住直接点掉 虽然没有小币有额外的一个双抗 但还是血量太少被JK勒夫顺利的点掉 但是问题是刚刚那一波方博拉斯把飞机的大人头 他拿到的还是关键的堪的天使 这对于汤普拉斯来说是大招特招 天使这个飞机啊 这把真的是两边的这个叭级的 谁才是真正一号位对吧 看谁才能真正这么做到的 挖了一个虚弱然后EQ 这波林北祥也太贪了 就想把那波先顶进去 还是要在这种关键的总决赛里面 两个队伍的每个选手都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失误率 关键失误都有可能会上命 葬送比赛呀 这把局面会很胶着我觉得 肯定要等到远古龙那一波了 就感觉方博拉斯这边容错力会更高一点 有一个天使的大还有加料的大 主要方博拉斯反手太厉害了 这里边控JK勒夫 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治疗在这边被锤了起来 下路两个人直接被秒掉 中心比嘲讽了下对方的一个上野 尼比哥这波大招放得太漂亮了 两个齐飞加上完全卡开了涛博另外的队员 三六九根本跟不到正面 杜朗护盾炒猛到后面还有一个追击 简术到了 这边感觉要被碾死了 天使已经进到出出范围 林伟佳在远方利用通臂650码的一个长枪点死了这颗人头 涛博连续两波团战呀 接连失利 方博拉斯进一步的扩大他们的领先 而且这一局就奥恩真的感觉很脆 对吧 跟上一把奥恩真的是两个话风 其实感觉方博拉斯这边教练组准备的蛮多的 一个人现在很火的猴子 准备了一个人马出来 那这边奥恩又准备了一个天使 对 这个天使我觉得这把比三弟大功一样 主要他的几波反手确实让涛博士很绝望 而且打奥恩的话奥恩确实拿他没什么办法 然后天使就可以很顺利发育 是 刚刚来自于我带马哥帮童戏点个赞 对吧 但当然也要夸奖的是小白在第一局的盲选 其实我觉得在盲选局上面来说小白绝对是领先一层的 对吧 主要现在就是天使跟那个加里奥呀 这两个盾 对吧 奥博一点处离目了 容处率比较高 如果奥博找到机会的话 只要这两个人在附近就可以保下来 立马形成一个反打 对 只要这个大招给的及时的话 所以奥博现在很干干 奥博的我觉得他们的打反应该就是拉扯 就是利用飞机去拉扯 但是你的上单是个奥恩 三射手奥恩 其实这个阵容 严端上来说不能说是一个拉扯 不是一个纯拉扯的 因为你的手也没有真的比对面长 对吧 飞机确实可能在打到了最后面 他火爆已经出了 是有一定的射程优势的 但是这个射程优势在烈士局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翻盘的一个点 就你很难说 比如说你直接点 点着点着直接把对方点死一个 因为对面毕竟还是有天使或者是加里奥这种 可以瞬间进来压你位置的英雄 我觉得现在一波的能力肯定是方不拉扯更强 套博需要做的是团战的拉扯 但是女枪奥恩 你说这两个英雄你又想要他拉扯 对吧 但是他们确实必须 就必须要拉扯 因为他们一波绝对是打不过的 刚才那两波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有加里奥大招 有天使大招 包括泰坦大招 这三个关键技能的时候 套博的一波能力是打不过方不拉扯的 必须要通过飞机 可能包括一些女枪的这种拉扯吧 先让血量耗低或者说先骗出方不拉扯的一些小的技能 包括大招才能够反打 大招齐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套博不具备对抗的能力 是的 第一个你至少要把英比哥的英雄登场给逼出来 要把你往前拱的时候 英比哥的一个英雄登场一个大拳下去 套博所有人都得吃这个控制 或者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套博这边他要开一波比较完美的团战 然后奥恩配合女枪的AOE打满之后 让飞机跟男枪进场做一个收割 我觉得这样也是有机会可以打过的 后来就直接把天使秒了 要么就是天使不太的情况下 让他开不出技能 闪个大招都交不出来 我觉得天使这个大招只要给好套博团战生的满难营的 龙魂团了 这一波很关键 方不拉斯已经是做好了准备 24分钟的一条封龙龙魂团 而且这一波杰克拉夫是没有闪现的 很难受啊 这加里奥配上奥拉夫可以完全限制住JKLF的一个数据环境 这边俩被发现了 银币哥的一个绕后位置 淘宝很小心会都看到 但是蜂龙已经是被发破压 是压到了一个斩杀线了 羊叫出来 直接叫羊 男枪抢到了这个小龙 是奥拉夫已经吃掉了决神大招 但是银币哥这边进场小伊东 因为一技能飞机被抢掉了 带着倒了 这边加 泰坦的控制也是控制住了 辅助预言家是找在林伟祥的一个手下 后面再一个斧子 结束到了喀萨 快速方向往后拉 但是堪仙看起来的369过来 三两下 瞬间被螺化到了团战的一个正中心 剩下喀萨 这波涛博可以不追人 直接打大龙了呀 大龙应该有了 芭波拉斯可以打 大龙 涛博就很难很难受 虽然现在打野还活着 喀萨已经看到一个落单的 这波应该吃掉了 一波能力差太多了你看到 而且这一波DWB开的很漂亮 包括刘青松的这个 后续接控 对 刘青松这一勾正好勾到奈奇 那这样的话 大龙是直接被小天拿下 芭波拉斯一波团战是等于打了一波 一换三还是一换四 然后再加一个大龙 打得很赚 虽然是丢掉这条小龙 但其实风龙魂现在也不是特别急着拿 对 大龙拿下才是最关键的 哇 这个家里要超风 太关键了 散现勾 其实杀其他人啊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杀飞机 飞机最肥的嘛 杀飞机打不了 哇 后面小天闪现减速 然后 刘青松又一勾 勾到的是杀其勒 一换三 就风龙魂虽然没拿到 但是塞翁斯嘛 对方普拉斯来说绝对是 因为他们拿到了更重要的前推支援大龙巴斯 方普拉斯看到陶伯跟他们接团 他们应该是蛮乐意的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阵容 最大优势就是接一波团的能力 对 其实这个给中路装备对比 其实感觉意义没有特别的大 虽然是看起来奈特领先了很多 实际上东西里边只有一个金身就够了 其实应该是飞机对比天使 对 两边的大哥对比一下 天使已经三件套了 而且15级他马上就16了 那么你想看到天使的这个时间装备要怎么办呢 在各大平台点开我们的信息 一样能看对吧 你可以自己做导播 没有问题的 现在加里奥一个人有英雄登场的上路代线 这369我哪怕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正面的内塔是已经被方普拉斯在男爵的前压下面拿掉 现在对369人他说他亲这两个炮车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亲不到 转点上来 套普拉斯的第一条男爵也是稳稳的先收内塔的一个 防御塔的一个竞技 这波369大招感觉不合不开了 再不开的话感觉方普拉也要 杀他了 连塔带人一起收了 炮车在骑空上路内塔也拿到 这是一个保底的男爵收益 中上两路的内塔 这把只能说方普拉斯他们PP准备的很好 就面对这个奥恩拿出天使 让套伯有点吃不消了 这把天使的天使的这个表现啊很到位 能被同希老师点评说好PP的PP 难道不是好PP吗 确实 而且其实我觉得套伯这边第一波的失误是比较大的 也让这边天使的发育尽早的成型了 过早 其实两边在这一局来说都有一些小失误 但是关键的胜负手的一些团战来说 方普拉斯的处理 都接住了套伯想要一波的那个时期 所以米勒说的那个点是对的 但是阵容面上面你又很难做到拉 就是右边这个阵容你要拉扯 问题是如果你正面有人被刘青松勾到 那你就是也被集火单点代交易 我是觉得就第三条小龙不该接 这套伯的第三条小龙你还记得吧 就是他们想利用把对方的阵型切开 打一个局部的仪舵打扫 就是去开刘青松跟东斌那个位置 但那波我们从上级视角看到是 两边的大招对比是差的很多的 套伯前面已经交了三个打了 而且都是关键打 而方普拉斯这边关键打都没交 包括天使打 而且那一波是飞机倒下的 那一波直接炸了呀 那波飞机倒了 5-0的天 那个飞机你看现在是5-2 对吧 5-0的变成5-1 然后天使变成6-1 对 就那一波打完我觉得是套伯 就是他们翻盘可能就有点难了 就可能你的1号位的一个经济 在那个时间节点 正是被堪的一个天使反超 超越了 但现在套伯还在做最后的防御 现在落后6000左右 方普拉斯下一波的龙魂团 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动 天使刚刚已经看到16级了 究极进化完成了 是的 完成自己的6亿 但奈特的装备当然还是非常好 四箭套的一个飞机 但是 就是我们说的 输出环境的问题 就跟上一把的林伟祥 跟JK的维鲁斯 是同样的讨论话题 哎 天使的位置 哎 天使啊 关键人 没闪现了 善子哥好像想换一个 哦呦 换掉了 哇 善子哥1v3 情况下换掉了 但是这边飞机也是和一个大人逃走 这边还想追 挂了个数个给预言家 后续两边的兄弟都在往战场上赶 预言家 预言家应该是要死了 这波被勾到了 虽然硬币哥的伤害 来的比较慢 但还是可以处理掉 辅助的预言家 这个天使真的吓人啊 这个伤害 直接原地战卢繁大 对 就是战卢英雄 确实是一个 看今天已经两个这样的失误了呀 要集中度要拉高 必须拉高 因为他是 大个位 就是这波是没有目标物的时间点 对 但如果你出现这种失误 是出现在 有大龙或者远古巨龙的时候 而且对面是没有跟你换掉的情况下 那就是涛博的反应 就裂开 所以他接下来要做一个女妖 这边也是让涛博这边的先手 就是更不容易重一点 因为本来先手能力都不强 这个回家位置确实有点小汗 对 旁边什么眼都没有 你要走到 要不然你就走到那个草丛里面回 对吧 你站在草外面 就是你还会慢一步反应 这太怕张了 挂了个虚弱 还被删死了 但奈特又补了900块的一个大人头 这波互换其实是 对于涛博来说是赚一点 因为奈特应该会更快的来到六神 水银 应该最后一个水银弯刀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涛博的三射手 他们的输出环境是太差了 所以在一波团的时候 方普拉斯还是更加的主动 涛博他们需要做的 还是刚才提到的就是 要尽量的骗出对方的大招 利用自己的阵容去拉扯 拉扯的越开 可能他们就有优势 输出能力确实涛博高 但是方普拉斯优势方 而且前面的坦克量来说 他能撑出只要天使一个人的数据 去抵你 应该说天使加林伟祥的 越难得两个人的数据 来抵你三个人的一个数据 而且天使这边给大招 他就什么伤害都可以抵 所以他是能大大增加 自己前排一个坦度的 反观三六神这边的一个装备 实在太不够看了 在30分钟这个时间节点 这因此能扛压 比如说一个大 刚刚在河道 三十女的装备 确实太惨了点 只有两件半 奥拉夫的大招按掉以后 这段时间也是要 方普拉斯也是稍微等一下 对TOP来说 有时间来整理一下 上路不好的一个兵线 两边现在就是 针对的第二条男爵的一个视野 在攻防 但看这边开始单带了呀 汉德哥的单带 现在TOP怎么办 感觉只能得飞机来处理 一打一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打得一 不好打 还是就利用射尘摇头去打吧 但他那一下 一开一的射程也不比你短 对因为不然叫一个奥恩过来 感觉 还不是不来 奥恩来这个塔也得掉 另外一边已经开始打大龙了 方普拉斯逼你做一个角色 你到底是要守大龙 还是下路的一个高地 当然 奈特这波是有TP 正面现在暂时一个 四打四的一个局面 大龙血量已经被利用折进 林伟祥压压到大龙血量 2000多点马上阵斩杀线 大龙血 没有抢到卡莎 但顺利的伤到龙坑 正面在流人 伊利哥这波吃了一整波的伤害 今生开起来 但小天的血量也很危险 剩下一丝血 这波方普拉斯血量太低了 得撤一下 虽然是天使 这边在跟奈特互打 两边的王牌选手都没有来 是 两边的大哥在下路 对 这波超过其实机会很大的 因为在天使没在的时候 正面其实他们四打四不虚的 其实挺有机会的 刚才好像几十滴血吧 比奥拉夫拿下了 这个龙 打野等级刚刚应该都是十五级的 挺危险的方普拉斯这波 真的挺危险的 我想了一下 因为南枪下去是一波 QR加成的一个连招 你这波天使还不在 你看伊利哥刚刚刚如果死了 或者大龙掉了 哪怕一种情况发生 感觉方普拉斯可能有点小炸 但是方普拉斯也真的是 胆大好吧 硬是把大龙拿下 而且保证自己 没有一人死亡 对 但后面想 所以其实是把自己 中野的一个闪现给交掉了 因为他们的面波明明是 就明显是拿下了大龙 我想要留住 陶伯的正面的队员 因为你的飞机不在 这天使不在 方普拉斯 两边大哥都不在的时候 方普拉斯现在四个人的战力 是完全碾压陶伯的 现在陶伯还是很依赖 正面战场Night的一个 甩头的攻击 拿到大龙Buff之后 直接131的一个分带 但你说这个磨切流的缺点 也就是你的暴力力 其实没有那么高 对吧 你这甩头率其实就是少了25% 对 比起出西兰刀的一个流 西兰刀的一个流派 诶 独硬币在上路带 三路琴斜推 这么369过来 硬币哥又点了一下防御塔以后 才用一技能往后拉开 方普拉斯现在开始分带摩 淘普的一个高地防御塔 看这波一技能逼退飞机以后 直接平A带掉防御塔 很有耐心 硬币哥也是把上路的高地防御塔给带掉了 两个水晶 淘普现在必须分人的话 那更没有办法把自己团战一波的一个进攻打出来 我感觉方普拉斯现在只需要依靠冰线来磨防御塔 那水晶就可以了 哇 闪现狗狗出奈特的一个闪现 闪现直接要锤了 淘普直接被秒掉 汉哥这边还有大招的 好拉夫进场 加利要坐下篮 这边也是预言家倒地 一个MF的大招好像有点乏力 汉堂大招配合天使的叔叔 直接秒掉了MF 汉哥已经杀疯了 天使直接给自己大招追到了门压塔中间 当林伟祥斩杀掉了KASA的时候 团比了 369还活着 抱歉369在中路 但是正面已经没有任何输出点 可以来限制方普拉斯 我们要恭喜方普拉斯在第二局 追回一分 两边战成1比1 BO5进入到BO3的一个环节 LPO的内战就是好看 是的 也是跟我们赛前提到的是比较类似的 方普拉斯第一场输掉之后的一个顺速调整 然后把中野也换成了更快带节奏 一个奥拉夫加利要应该是没有换的 就换了一个打野换了奥拉夫之后 我发现这把小天的声音很大 对 主要我觉得还是个骑兵天使 对 这个天使的作用真的是比船长那些要好 我觉得从结果论来说 而且确实 刚才同学提到一个点 就是第一波的干客 我觉得男枪被天使扎掉以后 那波其实挺扎的 对 第一波干客没配合好 以及另外一个点 除了刚刚两边在讲 就方普拉斯今天可能在BP面 在游戏面做的更好的点 但有一个点就是说 今天两个选手拿南枪的多数 是的 就是南枪会不会在这一个对局里面 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变得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会据说南枪 甚至是这次MSC前面几天的红色帮 B上边位的一个位置 是的 对吧 主要这两个队的风格吧 就是他们两个队 都是需要打野做更多事的 而不是说让打野闷头刷的 对 就我觉得这两个名打野选手 Casa小天都是节奏型的打野 他们不是那种打野和擅长的打野 所以南枪确实打野在今天的BP率上要下调一下 对 就如果说以四肢代表队伍来说 LPL的四肢代表队伍来说 可能京东是最习惯去 对 让Kanabi去担当这个角色 对吧 但是对于Casa跟小天 或者说我们LPL整体风格 对于打野的定位 或者说我们的期待值跟 可能LCK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比起欧美的打野那差距是更大的 对吧 所以确实现在的版本来说偏向 因为打野有更好的经济 你刷起来在团战的影响力很高 但是我们LPL好像更注重的还是 谁能在前面先把握进攻的节奏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说现在南枪是OPGG上面 胜率第一个打野位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适合现在比赛节奏 像刚刚基德老师提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 淘博这边的奥恩是不是拿了点过早了 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比赛的节奏 他们的上单位基本都是四五楼的时候出比较多 前面会出下落或者打野这样的 DP是比较多的 那你这么早拿到这个奥恩之后 也是给了方普拉斯一个康德他的机会 是 那第一局毕竟奥恩效果很好 对吧 我觉得说盲选局也会影响到两边的BP博弈 但我同意同期说的 我猜大概率待会小白也会让369的奥恩的优先级下降 那来看一下这把的这个结算面板 在两边打了五条小龙 方普拉斯凑齐了风龙和 以及拿到了两条男爵的一个进攻 游戏时间结束在35分钟前 而堪德一个天使打出了26000的一个缺帅 对吧 汉子哥太狠了 太狠了 最后一波直接把飞机给秒了闪进过去 太吓人了 松松先太坦闪现先逼出奈特一个闪现 然后奈特回头的那一瞬间 看看到距离直接上去一发A1 这波是挺伤的 A就杀掉了 这波没杀掉是真的很伤 这波打完天使就先小起飞一波 这波是一个失误 这波是一个失误 这波真的是唯一的失误了 前面确实说到小天的奥拉夫 这把也是扬眉吐气 前期的几波节奏都是由他参与的 这波其实总的来说套帽这个飞机是收获一个三杀的 并不亏这波 对 这波其实我们盘了很久 这如果飞机没有后续 那这波应该是套帽炸 就是方普拉斯会以更快的速度赢下这一波 但是飞机其实是把中期顶住了 哇一个9级的飞机 一个满级的Q啊 这伤害很高很高 但是那波5-0的飞机坠机也是一个关键点 是 就这波吧我觉得 这波是先秒的 这波 这波 这波套帽有点没想明白要跟方普拉斯打 但方普拉斯这波大招太多了 是 打不过的 特别是这个天使大 哇 真的 天使的最喜欢的大招 就是你所有人涌向我一个队友 对对吧 那你还得吃我大招的一个AOE的一个伤害 然后后续在有了优势以后 银币哥这波大招 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大招 这波是杀人加拿龙 主要是银币哥这个闪现嘲讽 然后 松松的勾 对 接的非常的完美 确实感觉方普拉斯阵容他们BP下来 我们说的那点 就是他们的完整性会更强一些 他们这种控制的练亚爆 他们整个阵容看起来比较协调 就你的三射手确实输出招 但是没有人站在前面帮你 没输出环境 站出那个位置让你输出 这波是汉子哥的一个小失误 在一个危险的位置回程 但最后是换掉了奈特的一个飞机 这也不太业了 然后后续当飞机一号位倒下以后 就没有然后了 杰克勒夫找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下大招 但是吃了二斐流失的大招 以及泰坦的大招 也是无处可躲 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局打完 两边的一个势力值有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小天把这个势力值回顶到喀萨 今天喀哥打小天 这个打野的对局是真的很好看 真的 两边一人塞一把吧 这把整个的一个粉丝贡献榜 是 杰克勒夫还有奈特 13名 这3-9的这个名次 也因为这把的一个胜利以后 反超随手组合 所以这把 其实我在前面 我们一开始因为盲选的机制 我作为主空位 其实是有点失识 就让大家一直在专注于这个盲选 选什么 两位没有在赛前跟大家聊聊 你们看好谁 现在一比一 是不是能跟大家来聊 这两个队伍嘛 对 两个队伍 先看这场那个 我会点这个话题 我是专业的好不好 这为什么点这个话题 是因为这不用聊 对位经济差8千 当你有一号位选择的时候 其实成败就是 就是赢了就是大概率 天使要拿 输了 也没有MVP要给到 方普拉斯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还是回过来聊 一比一 就是现在 都看了一局盲选 一局正常选以后 两位包含我们 忙不可以聊聊 就是你们现在觉得 谁最更有可能 往这个MST的一个冠军去走 呃 我其实挺想听你的看法的 啊 就我一直比较尊重你的一个预测 我一般都是主控位 就看有没有时间 待会导播说能休息 我就不说了 对吧 主要想听下你的预测 那这样吧 啊 我们听听同戏怎么说 可以 我吗 你可以保持沉默 这不应该是主控位 可以先做一个好投 看来大家都还想要整理一下思绪 那没关系 下一局第三局 抢赛点局 涛博选择了一个蓝色方 两边的蓝红方 要进行交换 我们稍次休息 带来第三局的对局 我觉得TES的下路 嗯 不管是对线还是打算 都是比较厉害的下路吧 嗯 跟他们交手的话 可能就是更要集中一点的对线吧 就如果是因为就是烈波罗团 就是可能我是最肥的情况下 我就秒了 没事 我的我的 下一把我C 觉得这次MFC的话 就打到现在 就是 每个人的 不管是心理啊 还是就是 游戏上面的话 游戏方面 我觉得都都挺好 所以说 这次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就加1往后面打就好 再来一次 还是EJ 是 前面就是奥拉夫 二本流失 然后卡莎跟 耐特的这两轮选择是 盲森跟幽咪 没有问题 然后硬币哥的第三手 是帮 松松锁下了锤石 看来这个万豪到底要不要搬 还是换成其他的 应该必定就是其他的 对 必定是其他的 如果搬瑞斯的话 我觉得涛博士要出沙皇的 沙皇配合EZ 配合猫咪 我觉得这个阵容还不错 再拿一个最后再拿一个前排吧 左一腰肌的右边的一个奔位 诶 诶 诶 翔翔别皮 这是左一 你如果按了一手卡牌 我们又得重开 很累的 对吧 确实累 左一腰肌 好 最后一个奔位到底是什么 嗯 看一下 是不是刚刚童夕说到这个立桑主 奥恩 奥恩 奥恩确实感觉右边还不错 在没有巨模的情况 哦 铁楠 这个铁楠 这把应该是不可能走辅助了吧 发条 垂实了 发条直接锁了 很快 发条加鳄鱼 这个阵容还慢复古的好吧 瑞兹确定 对 那其实 那我觉得是想到了音笔哥会拿瑞兹啊 对 是想到的 因为这个对阵应该是那种 优势对线 对 而且是我们说 嗯 S3 S4那段时间 老对手 老对手 而且那手的瑞兹跟现在的瑞兹还不一样 对吧 那是法术机关枪 是 连滚键盘 但不敢怎么改 瑞兹的手遇到发条 而且你是定点炮台 就很容易吃发条的QW 或者是QR的一个W的一个连招 打瑞兹选手长就完事了 嗯 好 那看一下两边的一个阵容已经是确定了 好 这边都是招牌 是 因为毕竟这把7BAN中单啊 这把其实淘宝的阵容算是一个破格阵 因为他们中下的三个英雄都是以手长 著称的 而方布拉这个阵容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还是主打节奏的一个阵容 潘子哥哥跟369 两边谁都不服谁 是 但铁蓝打鳄鱼 基本上还是鳄鱼在线上会有更强的一个对线能力 主要你的那个盾 我是一个破盾英雄 对 其实看阵容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涛博阵容更好一些 因为涛博像刚刚米老师说到手比较长 算是一个poke阵 但方布拉这边强开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 他没有那种实际音乐像什么石头人那种很直白的一个开团的一个技能 上把我们是看好方布拉的阵容一点 这把我跟同西的感觉差不多吧 因为我也同意好吧 因为这个我也同意 我说实话这个版本就是poke阵 而且红色方并没有 就是线上并没有counter 线上是被counter 你的上中都是被counter的一个红色方 其实这个BP比较难受一点 手长呀 手长就是王道 就这把方布拉的下路可能必须要打出一定的进攻 而且这把又是像同西上一把类似说 就是这把方布拉应该也是 但是他这把好处是中野其实往上靠也可以 往上靠跟配铁蓝的正面其实也能打 这把还是要看野斧呀 方布拉斯他们的节奏就是中野斧 发条 一个相位猛充的一个发条 选择了伐利欧带 超蓝 还有一个风暴巨集 七零神仙跟韧性 打瑞兹是点了一个韧性 一边打手长一边打节奏吧 看哪边能处理的更好 当然从版本来说的话 我们确实觉得这个版本的poke流的阵容会比较的占优 但是英币哥的这个招牌瑞兹啊 这把的发空间还是有的 在右边除了两位刚刚讲 但我觉得有一个点 就是补充一下 我觉得瑞兹是喜欢选出来还是有单带空间 这左边其实是处理不了单带 打不了 瑞兹起装备以后 不管是发条来还是鳄域来 其实他的灵活性没有瑞兹抢 因为瑞兹可以溜 因为我们都明白英币哥是选了瑞兹的时候 那这个野区就有一部分是不属于小天的 对吧 确实 小天你把日子不好过 看奥拉夫前面的野怪还是稳稳的先吃 只是说打到了游戏的一个转线期的时候 英币哥是很会利用野区来加速自己发育的一个选手 对吧 对线也不好打 对线确实感觉 涛博这个对线三条线都小优一点点 比如说小优吧 就是手呀各方面都比较好处理 对 象征对线是优势嘛 然后下路这边随时也开不到EZ 对 所以说他们要想打的话也是打不起来的 我上路这边铁南感觉应该是最难受的 是 铁南打鳄鱼有点吃力 两边打野也是第一轮 没有尝试先上的gank 都是组自己的第一轮野怪的一个发育时间 但是现在 哦 迅捷蟹是有空到的 纳将因为两边各空一只 迅捷蟹也是平民秋生 小天那边刷的还是很快的嘛 下半步赶紧过去再吃这个迅捷蟹 现在虽然中路推 但是KASA应该是已经往上半步去走了 打了一个占卜花朵 找一下小天的位置 知道施甲虫已经被刷空 应该也知道阿拉夫是一个 数六弹野怪的一个刷法 结果打得还不错 活动的Q也刮到了 但是这边被铁南的被动烫了一下 确实感觉这把的 汉子哥的发空键没有上马大呀 在英雄Counter上是属于被Counter的 我觉得这把节奏会是最慢的一把 以阵容面上来说 会是目前打到第三局的最慢的一局 发条打瑞兹啊 懂得都懂 先刷400刀的赢 哈哈哈哈 三六有这个鳄鱼打得非常的不错 看也是第一时间反向一起的推一下三六九 血量很难受 回头挑一个独立Q 135的法术伤害 小天在野区回城 下路的话 吉克拉伍也是还没有回过家的 这把吉克拉伍带了一个TP 李敏祥选的一个治疗 勾到了 但是也打不了他多的血量 正好在塔下 而且游民有奶 这波也知道消耗不了 这中路感要逼闪了 先打一个稍微缝冲 打出来省了一个闪现 这波硬币哥是临危不乱 但这波是刚踢下来啊 还是很伤 很伤这波 这波刚踢下来 就得回了 现在奈特赶紧把陷阱送进去 要让独音币露惊艳 中路边现在要丢一点 可以很多没有车 小天赶紧过来补一下 但是这波流伞还是很重要 没有伞 待会儿你甚至 兵线三分之二都不敢推出去 就待我卡莎上六过来 是很容易配合发条一套 杀掉独音币的 对 这波就导致这边 小天倒流会比较早 那独音币这边 会比发条晚很多才能倒流 因为这起码一波多的兵线吧 可能是七八只的一个小兵 下路前面 对线二斐流伞打伊瑞瑞尔 还是一定一个小优 就虽然说你 确实你是双破壳 但是 我在推你线的时候就很难 有小兵的一个障碍 GK乐福就很难去Q到林伟香 对拼能力还是 恶菲流伞要强一些的 是 硬币哥已经是跑线了 五级瑞兹啊 但这波先手勾没勾到 是 没机会了瑞兹溜了 硬币哥这把也急啊 这把还是很 嗯 很需要防普拉斯的 中野斧在前期带起一些节奏的 如果这样平稳发育的话 我觉得是对套博阵中 比较有利的 因为套博阵中 大概在20分钟左右 就可以抱团跟对方打Poke了 现在 汉子哥是直接做了一个抗压背心 为了对抗对方这样一个 上野的AD英雄 是 现在整个 前期的对线其淘寶的阵容 确实是优势哦 现在中野也可以很顺利的过来 打第一条的一个土龙 就我觉得 要往后打的话 你真的是只能 看一下 但我觉得放普拉斯有一个留点 就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分贷点 就是 上单的后期影响力 我认为铁男是绝对大于二宇的 就这个点上面 上单的一个作战力 但可惜的点就也不像是那一把 重的那个铁男那么好发挥 因为骑士淘寶这边 会贴点输出的英雄 没有那么的多 但那把汉子哥很重要 我会觉得有一个铁男的话 猫咪很难受 他这样就没有办法 不能下车 对吧 而且也不能去挂到前排身上了 这万一你自己前排被点名 他直接下车很容易地线 直接被击火 他会落在一个飞不回来的位置 尴尬的位置 对 万一W被打断了 甚至我不用杀你 我点的时候你就得落下来 对 对吧 你挂在鳄鱼上来 我点369 然后你的优秘就掉下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一把的话 猫咪可能是挂在EZ或者发条线上 会更好一点 这样铁男的发挥也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变成是一个打类似反开的英雄 战位会更像纳梅 而不是一个前排 是的 这波直接交闪现了 369很怕被大呀 感觉这个E如果中的话 因为那样被打在塔下了 可能轮回绝境的一个边缘是防御塔攻击的一个极限范围 很危险 所以这波是选择的交闪 那369没闪的话 我觉得方不拉的可以动一下 尴尺 听到 闪现了 闪现了 发数早了一点 感觉 奥拉夫回头还打了一下眼 这次要开大了 这次要过来 有机会吗 369 我感觉 这波交闪有点急 定住到 打了1W在塔下 没有Q到瑞兹 这波感觉 找了这么一丢丢 当然三个有可能也秀到了 是 而且最亏的是 中路 英毕哥刚刚其实是浪了一大波兵线的 我感觉这波卡扎如果R闪的话 会不会好一点啊 对不对 他好像是想把人踢走 他其实只想保 对只想保 因为发条没来 但如果有杀星的话 感觉这波应该有了 他可能考虑到R闪会要 会不会直接帮他们接近乐意 也给杀了 我这波选择卡扎的 嗅觉还是比较刀 也不是嗅觉吧 这只能说 他耽误了太长时间了 这波我觉得 那个视角来看 你甚至觉得小天都没有觉得 那个十几点是要上的 对吧 因为他还回头把那个眼给排了 我感觉是沟通没有特别好 因为感觉英比哥还没就位 应该是大概英比哥快到那个三角槽的时候 对 可能是汉子哥觉得三六局要撤了 绝对再不大没机会了 就可能汉子哥的中文如果再好 就可以更细节的去说了 但我实话这波很炸 这波你想啊 方布拉子这里是交了两个闪行 而且瑞斯的闪行交了 而且下午千步没了 还有耐克吃了将近两层的肚层 就这个发条是现在已经压了将近15刀了 这波我觉得方布拉子节奏上来讲是巨伤的 对 由于一个可能默契值的问题 现在看涛博怎么把这个下午千步 诶 杜因币是没有闪现的 要注意 赶紧溜 不敢抢 没有奥拉夫的位置 所以这波奈特跟喀莎也没 所以我们上立视角 甚至觉得这波杜因币有可能要死 要死的 如果说那个喀莎有R的话必死 但是喀莎的R大概差五分之一 那杜因币没闪现的这段时间 其实方布拉子节奏又会 可能会比较的稳了 因为他这段时间就要主刷了 你亏线上发育去支援 没有支援到 往往接下来就是只能补发育 对吧 你跟发条补发育 那对于奈特来说 他已经成功了 这个队线期 应该不是说奈特成功 应该说369成功吸引到了 方布拉子第一波的一个进攻 而且化醒的意义 当然喀莎也是立功 但我感觉喀莎那波补到你要杀 也杀不掉了 可能杀得到但是会很残 就是 可能说耽误了太多时间了吧 对了喀莎跑都跑到了 下路的对线 翔子哥利用拆炒刀 拆了一波塔 的杜城 但是好像没有打到一层 差一点点 兵线刚刚是应该 已经被防御塔给打掉了 喀莎招遇了小天 这两斧手 这一场两边打野同时出现 那一条路的概率很高 就经常看到 是因为两边打野的思路 其实都是互相可以猜得到的 对 因为这把没男枪了吧 都选了那种节奏型的英雄 顶尖棋手之间的博弈 对吧 就是我们如果用下围棋来比 就是每一指 现在他们可能两个人 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下一步 对吧 他们看到的都是下十步 对吧 后面的五步到十步了 哦 这一波 冰冰冰箱打得还不错啊 打一套连招 小天来到中午 但是硬币哥是没闪的 而耐的有闪 这个肯定杀不死啊 位置上面也知道 这波是一个人打的 小天根本就没有想上 反正是卡莎跟过来 想踢 踢到一个大伤 但是卡莎的Q技能有没有 而且杰克勒给了远车 但是这个角度感觉是有 但是还是跑掉了 哦 出下brush 精准弹幕 远方直擊 杰克勒俯完成了一个 对于小天的异血收割 刚刚讲说可能伤害差那么一丢丢 但是没想到伤害这么的夸张 直接是带走了小天 而且中路放了下落前锋 杰克勒过来想大 耐特这里是有闪现的 能跑吗 打了一下耐特 强心大耐特 没有交伞拉距离 那可能耐特这波不太好活了 用八条拉了一下铁男 耐特这个闪现还不交吗 还是被Q 两个Q都命中了 刚那个闪现是上不了强吗 感觉好像差那么一丢丢啊 应该被卡边了 而且这一波看的支援很到位 他实际上这边耐特 没有吃到杜城的钱的 我刚刚看好像是 大一波耐特很伤 对我刚刚看那个钱 没有飞到他头上 因为这一波本来就是想要给他发条 本来已经这么好的发育 再加快一下他的成型 是 就是三把都想要养出一个中期天肥的一个 奈特对吧 但这波虽然奈特亏了 但369血赚 369上又是了一波渡城 所以这对于方不来就是比较尴尬了 对你攻哪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就被对面很轻易的在发育 又来的是上车发 没挡了 应该是刮断了 刮断了刮断了 但愿者都没血量 还是被李美翔带走了 但这边的话奈特也能赶到 闪现一个B枪 小天里面是没有大招的大招 还像最后一词 直接被秒掉 是 闪现的刘青松也是被逼了出来 刘青松刚回头想要一个厄运中版 打断KASA的一个会应急 但是没有救出残血的一个小天 自己的闪现也被逼了出来以后 豪博现在把人头术给追品 而且各条线的补刀发育 尤其是上路现在的领先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方不拉的是落后 还蛮是蛮明显的 补刀没有显现但是镀城 对吧 就我们MAC比较可惜的就是 没有那个镀城的结算面板 但这一把 方不拉斯的一个镀城掉了很多 对 而且方不拉斯的阵容 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嘛 就对线机可能会有一些劣势 但是他们这第二波 这波把发条抓了之后 就把这个小龙控下来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大招角度太完美了 奥拉夫在那边左右走了走了 有点犹豫了 不然直接走 可以走掉的 这是一个载道对吧 这个载道的问题就是 给了JK Love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判空间 其实小天就差一点点 对吧 他再往左边走一点点就出去了 嗯 所以好像位置也被卡死了 对 跑不掉了 毛森可以再逼他右边 然后他只能往左边跑 现在方不拉斯怎么起节奏呢 在这样一个劣势局面 感觉还是要看硬币哥的呀 硬币哥这段时间闪现也转好了 我觉得会往打团去走了 就是现在方不拉斯可能不会那么急着抓去走 我觉得问题是方不拉斯现在打团 可能不一定打得过 就我觉得都说会变成是一个等瑞兹发音 因为你看现在 就你这两个C 其实方不拉斯要动得快 我觉得也也动不了 我觉得方不拉现在得抓边 瑞兹还是得开车 对开车带兄弟抓抓这个鳄鱼也好 抓这个下路也好 我觉得打团的话其实 耐的这个冰箱做出来 然后随着一地的装备也来也好 可能马上要进入套部的一个强势期了 其实这阵容我觉得最容易抓的还是鳄鱼 但主要的是你第一波抓失败了 对吧 就现在这个铁南去关这个鳄鱼 你看鳄鱼 哦呦369这把 这把又没人管了呀 你现在先手去关 轮回接机没有结束 这不定那个鳄鱼 就已经在里面吧 看这个给杀了 对吧 现在汉德哥单挑有点打不过可能 阿仙主 你说 我是看到了感觉 硬币哥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前面两波这么伤的干客 他刚刚的个人经济一度排到了一个第二位 对 因为他的补发也特别强 因为刚刚就是 音笔哥没闪现的段时间 他是 一直在刷呀 要狠狠地刷一段时间 对呀 我觉得现在要有人 我们三个人分一个人 我来吧 我一直看三郎跟F6到底是谁吃的 对吧 给钉子 我看一下对面呢 确实音笔哥得刷呀 谁把音笔哥得肥 对 他肥就有分带的空间 分带才能赢 我勾到了 这波也不会上 这把我觉得打团 不太好 但是音笔哥这波 要小心 后面这边卡萨带猫过来 小杀刘青松 刘青松是没有闪现的被盯到原地 刷掉给一个QW 这边再给一个冰枪 哦呦 杀的杰击了过去 这一个大招 刷到对方的一个上点 小杰是开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上杰 刷了 还拉回来对方的一个中上 对音笔也被击了一下 对音笔这个大招 能开出来 还不开不出来 汉子哥也要 允命了 能不能换掉一个 帮咪给了一个人 这波炸了呀 这波炸了 我觉得现在打汉已经打不过了 现在 泡泊这个阵容已经逐渐成型了 是 而且正面 因为刘青松是没有闪现的 被预言加的一个三层摸点中枪 直接给盯在原地以后 方普拉茨陷入了一个退也不是 然后就也不是的局面 哇 这个闪现必须得交了 接触到的话不好说了 是 现在感觉方普拉茨的劣势更大了 这15分钟已经落后了 将近5000了 这波说实话有点崩掉了 有点崩啊 这波是0万4吧 应该是 除了林伟祥 最后被打了一个3 对 正行完全被拉开了 ADC完全没有办法给到正面 然后鳄鱼开起大招以后 直接一个横路WD 对 乔天直接秒掉了 谁不应该要交霞丢了 或者就是卖掉锤区 对吧 直接卖了算了 把刘青松给卖了 明显感觉现在打 打是有点打不过的 是 就方普拉茨有点想接这个 霞谷仙公的一个博弈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方普拉茨来说 最难的一点就是他们 整场比赛的医学塔 是他们的中路外塔掉了 而且下面一个先锋 还是在涛博手里的 那他们这边 这个推进节奏是很难展开 我觉得那个蝴蝶巷 就是上楼那一波 三兄弟过去抓那个谁 抓那个369对吧 中路被奈特推了两层塔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 哎 我们先看一下下路这波 再蹲 但是鳄鱼身材是有优秘的 勾一个鳄鱼 想要硬杀掉吗 能打破吗 伤害量感觉不太够 只打了半条血量 这波要是被拉到的话 就差了 是奈特赶过来 这个大招虽然是空了 不过这一波发条没有大招 鳄鱼没有大招 然后EJ也没有大的话 对于方不大指来说 可能是个机会 是可以上一条这条龙 对可以逼下这个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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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必想回家 但是被猫咪给打断了 是对应必想回家 应该是想补点装备有TP 但是这波JKLaw战力很强啊 那是两间套的一个EJ配合猫咪 是但他摩切毕竟是还没有出来 还没到自己的一个巅峰期 哦 涛博少了两个大招 还是要跟这方应接团 我给大招 方不拉斯的队员有上野进到银颗里面 哇 这个八角配合EJ 手太长了 小天进不来啊 他也踢走了一个坎 这里的话 方不拉斯要溜了 再被溜到的话 可能就不是丢龙的问题了 这给往前一了 打出了一个坎的闪现 还是大招 铁男子波交散必须拉掉了 你看这个问题 现在即便少了三个大 但是涛博接团现在是随便接的 因为他们的阵容已经成型了 这个大招小天得躲一下 好 就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方不拉斯这个阵容 他们强开能力太弱了 对 他们在正面的话 很难让透过跟他们接一波正面的团战 现在方不拉斯怎么办呢 也只能让英秘哥在边线再带一带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种开车抓边的一个机会了 正面打团的话是已经很艰难了 以前方不拉斯 这个时间点真的只能闭了 只能往后走 只能往后拉 对吧 再等一下 就现在瑞士的装备完全不够看 现在至少要往四件套左右去走 但这个时间 我觉得涛博很难给你18分钟晚到35分钟 不给你致命的一击 经济的差距其实拉的已经是很大了 以这版本来说是 5000块钱在19分钟 基本上局势已经在涛博手上了 只能说这版本Poke阵容啊 一旦成型 真的另外一方 如果没有特别强开的能力太难 太难打了 他最Poke阵最强的时间也就是中期这段时间 20分钟 对吧 那20分钟我是领先的 而且发条这把确实发表舞台很大 因为看方不拉这个阵容手都蛮短的 发条这个冰箱借一个大很难堵 就英比哥变成很难在正面找到机会去给到 输出不了 对去输出 那在这边再拿一个蓝 现在猫咪已经配合瞎子开始入侵方不拉的野区了 这边在下路看方不拉是想换一些资源 挺聪明的 现在还是要换一下边线 因为现在防御塔数是3比0啊 只能打边线现在方不拉死 就现在13要变成1变成是一个3 2 就上中一起去拆一条边线 但是抛博也是知道这时候我 Jegglove的摩切进化出来 这边可以开始给你压力 消耗你中路内塔的一个状态 内塔移掉那整个大龙的一个防守 对于方不拉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了 对 其实EJ这条线可能是个阳攻 实际上这边耐铁在上路单带 这个时间也方不拉是没有过去防守 勾到一个 EJ被勾到 但是有1技能 而且反正一个大招 刘青龙这边必须得交响 但是这里配合林伟祥的张 还是秒掉Jegglove 是 应该在通臂的情况下 你补了一下副武器 但是闪线走过来 被踢到大招开半了 KASA这一角很关键 KASA这一角太果断了吧 只要上半区没有视野 单杀掉了 对 这一波刚才没给到进步 之前是开了大招也开了 应该是被打断了 闪线没有交出来 KASA这一角开大 369也没交闪 两个人的闪都是 就是大招换大招 但确实现在三招有点无敌啊 那这样的话瑞兹死了 涛博这边直接打大龙 这是刚出生的一个年轻的 一个大龙小看过来看 没有闪现下不了龙坑了 看他下龙坑去把 对方的打野给点了 必须得刮了 老一拳大龙血量已经很少了 能来急波 看下是这个位置 哎 闪线过来直接想下 我被留着 我被留着没人倒 直接被秒了 是 正面是瑞兹托招 一批过来 关了一下KASA 能不能把KASA给杀了 让对方放手大龙 这是堪的一个所要任务 好像没有杀掉 闪现 闪现躲了一锤子 最后是KASA 杀掉了铁男 鳄鱼是配合一锤 带到了锤石 对于辨识 叫做自己的闪现 这个大龙马上要回血 是 但是 泡伯这边也有优秘可以给奶 那JR很难了 一个人都没有死啊 五个人都在 但是小天还有闪现 小天有没有机会 现在只能看天了 这位置已经完全被照出来了 感觉下不去 放弃了 没有任何视野 还要尝试一下 但是JK老师已经起脸了 带着猫咪上来起脸 大招 而且耐特还放了一个大来 帮助JK老师 最后小天倒下的话 涛伯顺利的拿下了这条的男爵 乱了呀 这一波打完方法就难了 已经有点乱了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上 然后 涛伯打的也是很果断 就是看到一个弗力的落单 直接闪现过去 流你 杀你 这是涛伯的强势期 对吧 而且这时候的依泽瑞尔 右边处理不了了 就你看到JK老师身上 带着预言家的时候 都是一技能起脸的 对 我会觉得这一波的话 可能是亮点更在 喀萨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 喀这边可能要在小黑屋里面打赢了 嗯 但他最后的一个闪现 拉开一个距离 就打到反秀了 这什么东西 对 那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打也死了 那就可以 这个龙打不了 对 方波拉斯可以化解 这次的一个男爵危机 是 但是最后被喀萨 闪现躲掉了 喀的一锤以后 反手一个天一波回应集 带走天南的那一瞬间 其实那个局面对于方波拉斯来说 要处理就已经是接近 不可能的任务了 这个一队加猫咪感觉可以打三个 369 又想单吃吗 上阶了369 一队过来破一下女腰 这里的话赶紧没有 哎 就看到对面叫体贴 生气了 猫不拉斯 是 369 你就算999 我也有三个人 但是 踏下369 把音笔哥给多了以后 JK勒夫已经踢下来了 感觉看这边也有点难走 现在是一个一打一的局面 369 在小黑屋里面 出来的一瞬间 JK勒夫补上一波爆发 JK勒夫已经暴走了 这369感觉 感觉都不需要队友了已经 一打三毫无压力啊 主要鳄鱼已经出了一个死亡之五了 你第一时间就没有办法很快把它秒掉的呀 真的不管是正面还是在边线都打不了 如果下一个版的是你凭什么 对吧 那369就是 他出老天啊 都是9 这波 方不拉斯是真的被打气了 音笔哥在单单 鳄鱼一个人过来起点 就直接交TP过来三打一 但是塔下被反杀一个 怎么办 就猫皇昨天说的那句话又得用了 会不会玩啊 不是开个玩笑 就没办法这个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就鳄鱼甚至已经可以不用上血手去上死亡之五 也就意味着Tobo的领先 是不用用经济的数字就可以感受出来 现在方不拉斯这把基本上没了 客观来说已经是很难了 这个大龙完了之后他们在边线也打不了 在正面也打不了 那一开始季德老师说到可以去赢一手瑞兹一个单带 那现在瑞兹这个发育刚刚也是看到了 下路这边单带截备单杀 然后上路这边来抓 三个人都没有打过 那他自己这边兵线也不是很敢带出去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涛博去针对一下他这条单带线的话 他们就很难受了 是 文波又开始装杯了 其实我一脸了 那必须的嘛 对 小张一波 是 这一队现在也有点野 让我肥你还不让我演 哎被引起的依乐回去了 有水银了 但是好像打不太过 就给大招我的天 坎又是直接残血 这波已经是刘青松开皇冠浪 铁南赶紧撤离这个有点危险的区域 很怕坎这闪现白白浪费在这种位置 这其实因为杰克这个水银出的让这边放pass很难受 对 你直接一到脸上来 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就现在铁南基本上没人关了 对 哎 有机会 有一个秒表 但是英比哥赶过来 想骑一下 哦 没六四点的机会秒了 还是看到没有倒地 卡莎还做了 小钱残血赶紧闪现开流 是 看在上半部是一个Q闪现贴点的一个火箭腰带 才把卡莎给收掉 那这波一换一 但是换的是一个ADC 是 凌尾翔死了呀 套博还是转的 没有人可以轻这个线 那套博很轻松的踏上了方plus的一个高地 而且他的目标应该是要打两路了 这个时间点发条刚刚是把大招用掉了 不过鳄鱼跟猫咪还有大 方法应该不会来开 是 删斗力是不够的 主要是你没人可以开 就同期之前也问他说 就是说右边的先手能力其实不强 尤其现在D9人已经有了水 就现在在一个人秀两个人 也不能说一个人 抱歉他身上是有猫咪的 又一脸了 小天已经是被poke残血 正面看一下有机会点到奈特 这是一个机会吗 Q竟能锤动 但奈特给自己一个盾 反手一个大招把平安给拉圆以后 如果绝对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一个Q竟能锤动 远方李伟祥跟上了一个大招 终于是把人头给拿到 但是JK勒夫的poke 还是让方plus没有办法 用五个人来追两个人 这波涛博士拿下了两路必须要撤退了 那我觉得方不大这支波还是可以挺赚的 因为他是把发酵三输打掉了 对 这波打得还是蛮强的 勉强守住了 就奈特没有水影 是在感觉 就奈特可能看自己 好好队友阿水能装备 我也想学一下 对吧 但是装备这一块 文波拿捏得死死了 他大概只有一个打野有机会 一瓶对吧 然后我这一波本来感觉耐的不会死 因为他这样还有个闪 我看这一波先勾到一个卡扎 然后卡扎开秒表等队友过来 然后还击到一个林伟祥 祥子哥这把也是有点 有点憋屈 直接摸眼 然后还带自己的一个逃脱路线 但是被格克强的汉子哥给锁定了 现在这个局面 方不大姐在苦苦支撑 看下一条龙魂团嘛 那龙魂团的话这个火龙 感觉这个装备 出不来感觉 对不行 可能出不了高地 那就是龙魂团让掉 然后再配合高地塔 甚至门压塔再做防守 感觉可能是这样一个 但是这个龙魂刷的比大龙还要晚一点点 哦 20秒大龙 对 可以先拿大龙 大龙甚至都不一定要等这个火龙魂 先拿大龙可能是 杰克拉尔这边是有TP的 所以在边线继续带 正面战场的话 涛博士四个人可能会压制这个大龙 就现在方不大士的经济差距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在买 买这个合技 买药来想办法 弥补一下装备的一个鸿钩 瑞兹取经则越过来 来协防 想动一下 但是 戴着身上现在挂着幽咪 而且身上的女妖一直没有被破 在顶这条兵线 落地的鱿鱼被勾 但是绝对不是方不拉斯的一个开端使击 这波 套博想把下路的兵线再带上去 感觉是想破高啊 这个局面 不打仗拿大龙 先打一波独一变 被打残 一的一个大招关空弹 那林伟祥又被移的打了一套 干液交出这次技能往后拉 伤害太高了 英苏星的把林伟祥 大概300点钱直接给Q掉了 三里就在侧一 可能随时要开大招 往前压制了 直接扛着 剩下一点的小兵 把防御塔给打掉 这已经是最后的一个高地防御塔了 这波可能溢在第三路的高地也不拿龙了 是 三六指数在旁边 四级而动 没有叠怒 这么可以用眼睛来叠一下怒气 还好有灯笼 是 又是 这里这个辣被打了一套 但是这个奶料也太足了 而且某点中当第一时间反手 让方普拉斯也必须拉退 那三路的高地 是被涛博顺利的给拿下 另外一边 喀萨一个人把这个 脏火累火给做完 火龙魂也拿到了 现在学者感觉放大 有点难以为继了 被涛博仗一个破火阵容 在中期啊 打得有点七零八落 那有点听不动这个三路的超级兵 那这个大龙他们只能放了 就现在真的就是奇迹团 对吧 但是说实话这种事情 主要控制力不太够 一百把看到一把吧 对吧 就是我们说这种 你靠门牙打奇迹团 真的是一百把看到一把差不多 就不是说 不管这两个 不是说这两个队伍交出 我说以英雄联盟的局面 就是说这种劣势 在这个时间点 这样的阵容下 能翻的大概一百打一把 差不多这个比例吧 对面C位都已经 四剑往五剑走了 抱歉 就五剑往六剑走了 我们加上鞋的话 就是准备要满装了 背靠能牙塔 方普拉斯要做最后的防御了 感觉靠兵线都可以推完了 因为如果三路兵线 提戴进来的话 这几个人绝对清不动 是有大龙霸佛兵 手短的英雄太难受了 被打了一套 潜难只要往后拉 没血了得回家扶血 虽然方普拉斯并没有放弃 想前想要找一些机会 这么取经则月 送人进去吗 到一个阿拉伯直接被打出 打着阿拉伯被秒 汉子哥也是残血 毛病受到一个双杀 有八条是到厄飞流出的人头 是 超级兵甚至追到了 方普拉斯的一个水旋里面 这样的话 门牙已经没有了方普拉斯 没有办法目前改命 没有奇迹 淘博拿下了赛点 比较2比1领先 这把淘博从BP 包括前中期 369在上路的一个吸引吧 一个勾引 然后在到中期的一些运营 确实让 方普拉的这个阵容 一个短手的阵容 感受到了破火阵容的一个压力 是 在这种手长阵容的面前 我们看到最后 像铁男像阿拉伯 根本走不过去 就直接被融化了 没办法 对 就从BP角度来讲的话 感觉方普拉斯这边 如果就是 他是看到发条之后 出的瑞姿嘛 那既然你是这么 不怕counter 因为毕竟东云币 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英雄 那你可以四楼来出 然后把一个counter 给自己的上路 因为他拿到铁男之后 让对面出到一个鳄鱼之后 他对线就很难打了 对 就是在 我觉得在 我们前面 因为其实BP的时间 是出了一点小意外 但应该还有影像 就在前面的 六手的攻防 各三手的攻防 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后面 补充自己 四五手的一个 我同意同意说到 就是以BP层面来说 你先选铁男 但是鳄鱼这本身 真就是369的一个招牌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打第一天 应该是T1上来打 Tobo的 打这个Tobo的时候 就有把鱷鱼 放到他们的前三边的奔位里面 秀兵英雄是369前三的 对 除了杰斯以外 可能数量度最漂亮 是 然后就变成是你上路这边 但是你选的铁男 我觉得 其实方布拉斯想要的是 应该是一个 可以主动的上路线 对吧 因为铁男的优点就是 我选出来 如果我的中路 要不然 你只能从这个方向去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应比哥会 顶着Counter Peak去选瑞兹 我还是要拿一个 跑得动的英雄 但这么多的问题 还是要结合场上 就是说你第一波抓 其实抓的彻底失败了 对 这把看一下 杰克老师打了全场 最高的伤害 因为方布拉的这个阵容 比较手短的原因吧 也是很难打 打到输出 刚接着记得这个话题聊 其实这把还有个问题就是 应比哥的英雄 被办的太多了 确实瑞兹是他一个 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 已经办了四手的 应比哥的英雄 包括自己这边 也是办了三手的中单 这把中单英雄 就只有利桑卓跟瑞兹了 就支援线上 你感觉到就是 这个前三手 因为蓝红方的交换 所以空出了维鲁斯 红色方 必要扛了这个边位以后 这手加里奥的一个改变 让整个BP发生了质变 对 其实以我的角度来讲 可能这个瑞兹 对我来说 换成冰率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就是他们的阵容 像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没有强开团 对 可以弥补就是你正面先手 软的这个问题 因为瑞兹现在毕竟 你要打一个强化的 你要打一个定身 都得一定要先挂一个1 对吧 这个反应时间是 跟冰女那种直接秒的大招 或者是冰环冰角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下把 应该要选蓝色方的 选蓝色方的话 至少英比哥的英雄得先出 然后 我加里奥就要拿嘛 对 前三周之期就是要拿加里奥或者蓝博的 如果你不放加里奥 不放蓝博 那维鲁兹就要拿 对 要不然就是套博准备好打加里奥的英雄 比如说 卢西安 但卢西安现在是0-3的MSC战机 对吧 当然都是上战卢西安 下把蓝色方是很重要的一盘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现在这种英雄联盟的赛制在进步 我们现在 书方选边 确实更容易出现这种 就是还有拉回来的机会 对吧 很容易打满五盘 是 这波真的卡萨 对 瞎子被拉回去 但是瞎子技能是全中了 而且最后闪现躲了一个Q 自己的两个Q都是中了 好 这一波 看似是有机会直接抓掉卡萨 在卡萨 灵机移动 看到队友就在上半步 直接摸眼回旋机架Q技能 哦 这一波 这大鱷鱼 1-3 而且还是把Q空空转掉的情况下 太烟了 太烟了 一出去再一个大鱷技能 这已经都逼出 看交大招 这把铁男确实感觉选早了 铁男那把被鳄鱼压制了 最后的团战已经是一个碾压之势了 小猫咪带走了一个DoubleQ 就原家很开心 对吧 原来那把 他这个猫咪确实玩的还是挺到位的吧 他的这个软腹 但我们要回到 待会当然要先导播确认 但我们的榜上 这就现在 现在就是 第二局 第三局打完以后 现在是 这个刘青松以及林伟祥的下路组合 我把二三名给抢了 但是阿水这把一直都秀一把了 阿水现在是不是三把要秀一把 两把就是当工具人 对吧 这把很秀 就像我们上把说的嘛 我觉得这个版本 EZ这个英雄其实 真的蛮容易出亮点的 而且阿水的EZ 确实 从他去年冒泡赛开始吧 我觉得又一直挺亮眼的 翔子哥感觉反而稍微没有这么 尤其是最近没有这么多的去玩这个英雄 对 翔子哥比较偏爱维鲁斯跟厄菲流斯 对吧 所以下把的话看一下 在蓝色方 如果放出维鲁斯的话 我觉得翔子哥应该会拿 看来这把的最后的MAP 是给到了KASA KASA今天的第二个MAP了 就现在盲森 感觉这一次的MST盲森代言人 不是可力的 对吧 小天现在也稍微逊色KASA 因为拿KASA盲森的一个胜率 因为小天是在春季赛 大家也看到FUNPLUS那个纪录片 对吧 就是小天觉得我春季赛 太多盲森了 我现在没有那么想玩这个影 就太太拿太多这个影头 但KASA这次的盲森 他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好 5-1-7 对 这一差接近5000 我原本以为会给阿水 因为这把秀的这个预判大招 哪一些也有 后面该装备的地方也抓了 对吧 就是很帅 这把锦男给的 我觉得恶鱼也可以 对 靠博因为这把 确实五个人发位 还都蛮平均的吧 这把说实话 反而NITE是比较中庸的那个位置 我感觉他被铁男拉了两次 闪现有点神 被杀了两波 对 有点低估了 就是他被铁男关到以后 可能要被受到的一个威胁性 那我们待会等一下方布拉斯 我觉得大概率是到蓝色 要蓝色方的 对 蓝色方至少英毕哥的英雄 跟翔子哥的英雄得出一个 再卸三手 然后他 而且他回到蓝方 他一样有Easy的一个奔位 对吧 所以到底前六杯 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化 就可以在休息的时间 观众们也可以 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观赛 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们一定要稍事休息 然后来看第四曲方布拉斯 能不能最为一盘 还是涛博可以捧起 他们新阵容的第一个冠军 就外界都不要看我们吧 就我们的优势可能就 都比较敢打吧 其他都还好 就比较敢打 就我们都进这么多决赛了 就这个冠军 肯定是能到我们TES的吧 我们来到了第四局 方布拉斯的优先选边 回到了蓝色方以后 编位会不会迟照 第二局是巨魔 辛达拉以及伊瑟瑞尔呢 这把蓝色方必须要前三手 给英毕哥拿一个好带节奏的英雄了 蓝色方的一个PP优势 这把必须得体现出来 也甚至可能 前三楼 前三楼都得拿了 前三楼出了中单 但现在方布拉斯的队员 我觉得也是经历过大方浪浪 登过最高颠的 最高颠峰的这个 世界总冠军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他们来说 即使比分落后 他们还是有机会拿出一个 不一样的阵容来取胜 心态应该没问题 这种局面应该是见怪不怪了 心态调整好 这把如果能利用蓝色方优势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把比赛 拖入决胜局的 Easy半了 我觉得方布拉斯这首巨魔要改了 这首我觉得不定是巨魔了 有可能带完成盲森或别的英英雄 卡尔玛 涛伯应该会是维鲁斯卡尔玛跟 瞎子 卡尔玛的盲森 真的就直接把巨魔替代掉了 把打野位置上面 你现在盲森太手乐了 而涛伯第一场 第二场的最后一首是蓝博 这把护罩会不会换 那其实我觉得方布拉斯就蓝博了 还是蓝博 加里奥不用一选 对吧 不用一选 二三楼再拿 对 先拿个比鲁斯 这个没问题的 三把的凌尾翔的 这把我觉得会不会这样的 就是涛伯如果拿巨魔的话 小天这把要不要出千诀 也可以 对吧 或者先给鲁斯卡尔玛 鲁斯卡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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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把可以玩鲁斯卡尔玛 上把也可以 垂石垂石加巨魔 这里要不要像同学刚刚说的鲁斯卡尔玛 或者说先给小天拿一个千诀 千诀跟威斯卡尔玛 我觉得还蛮搭的 其实主要是方普拉斯最近拿这种野核的阵容 就是比较发育型的打野千诀单枪 这种发挥都不好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直接就是 稳一手 还是拿一个带节奏的英雄 主要没有卡尔玛 对吧 如果有卡尔玛 拿野核 小天来了暴女 暴女可以 我们终于看到了天在MSC拿出暴女 鳄鱼 中单鳄鱼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说实话 中上可以摇摆 对 已经乐在花了 开始笑了 也听到大概率看到解说这么说了 对吧 卡丽斯塔 他的麦克风我帮大家原汁原味还原 你必须说 解说在那里讨论 到底是我用还是你用 对吧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好 卡丽斯塔 卡丽斯塔 加上垂石 暗影岛组合 经典的搭档 变掉你的泰坦 我变后面半的话 泰坦先半 泰坦很正常 打方普拉斯 松松的泰坦实在玩得太好了 看下后续两手 中上可以再封锁 奈特的一些英雄 奥恩手自 感觉比较好 因为其实涛博这个康特别 应该是会给奈特的 感觉你把369可以出凯南 凯南我觉得挺不错的 右边的这种处 就是打一个大中期 然后最后一个 奈特补一个大后期的AP 这样可能 对 第四种处 但我也考虑要不要变沙皇 康普拉斯 因为我感觉右边 毕竟你的AD是一个 副头之毛 你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 沙皇发条飞机 但是可能搬不完 所以可能会想到放出来 就继续搬一个上路英雄 我觉得三远这把可以出凯南 考虑了很久 最后是猴子 同期说到的 直接把上路打鳄鱼的两手英雄 都给按掉 奎伊 开玩笑了 感觉这个英雄出来之后 就等于说自己的阵容 就变低了 你这时候选奎伊 那我是一定往同路转的 对吧 我是绝对会逼你的 奈特的左一 大家还是很相信奈特 先第四手直接给奈特拿了 然后第五手 保护一下369的一个英雄 船长 有没有可能 右边拿船长 对 就最后Counterweight 给369一个船长 因为对战场也可以对一对 现在感觉右边的持续输出 太依赖风出之毛了 对 方姆拉这边直接要拿 机器人了 对吧 松松选择机器人 站出来了呀 嗯 要主动带节奏了 因为这把打野 是不带控制的一个暴牛 是 杰斯 那应该是中路的余 上路的杰斯 是 淘宝的最后一手上单位 在 369拿什么英雄来对抗杰斯 昨天自己的杰斯也是大仓四方 登上了我们昨日比赛的一个TUMP5的第一名 对吧 那自己应该也是很了解杰斯的 建模也不错 建模跟团长都是后期比较有作用的一个上单英雄 哦 如先 选不选 真的假的 我觉得不会选 但昨天 她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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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 两边感觉就是蒙起来了 就这把赢了 对吧 待会双姐上去采访 怎么选卢西安的 我帮 369就说 我要选队友不是很有信心 但我告诉他们要相信我 对吧 昨天就发生一样的事情 我想选杰斯队友说 别吧 然后369证明了自己 那 既然你在这个舞台上面 就你已经证明自己在成长 那 对于白色鱼来说 我不如试探369的极限在哪边 对 如果这把她拿卢西安能赢了 我相信对于她职业生涯来说 又是一个台阶 是 对吧 又是一次瓶颈的突破 就我突然想到这首卢西安在五楼出之后 有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对面的上野两个人是没有强行控制留人技能的 对 很难抓他 对 他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就一般卢西安出的都比较早 很没被对面拿个什么带控的来针对 那这把其实对面的上野很难抓到他 除非这边中单过来 要不换 这把卢西安其实选择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第一 他需要补充团战里面 复仇之矛在后期不够的持续输出的这个能力 对 对吧 然后第二就是包含了对方的上野不像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看到卢西安上单 又面对了什么鳄鱼暴女 那这就完全不同的画风 对吧 对 鳄鱼暴女你的卢西安可能就要0-3开局 我感觉这把两边的教练都是有点就是拼起来了 挺拼的 因为其实像最后一手这个杰斯跟卢西安补的 都不是特别配特别容错率高的那种英雄 这两个英雄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崩了可能就没了 好的 第四局方不拉斯对上涛博 现在方不拉斯小凤凰以别落败给了涛博 距离涛博俱乐部的第一个大赛冠军 现在差一场 但是方不拉斯绝对不是能轻松放你过这一关的一个对手 是的 这一把的话方不拉这个阵容其实选的要比上满好太多了 也是各个位置上拿到自己比较擅长的点 包括 扑克呀 汉子哥这个杰斯呀 也是当年 对吧 杰斯暴女对吧 以前都还是走中路在打中单路打扑克的 对吧 在OGN统治的那段时间 带领队伍LCK 着怪的啊 我们最黑暗的那段时间 确实像刚刚你们两个提到 杰斯跟暴女是一个双扑克提 对 那这把套博又没有强开团了 而且帮女这个版本Q是有一个伤害的加强的嘛 他的poke还是比以前要厉害多了 我是反正这把方不拉阵容的容错率要比套博要高那么一丢丢的 但就是对线压制上面来说 我认为鳄鱼打左一这个对阵 其实当左一带进化以后 其实这个中野就比较难配 因为你的动物园是放在中野 对吧 所以对于方不拉队说 他更容易抓线上机会的是中路的一个毒硬币 但这把其实奈特是很小心直接带了一个进化 他是起风密集原生带进化 对吧 对 因为有些会带tp然后我换进化 但是这个覆盖的率不够高 是的 进化还是更稳嘛 这把说实话套博能不能已经挺看365这把发挥的 因为这把他其实要当大哥的 是 达吉斯配合一个巨魔的打野 在上野2v2方面 我觉得还是套博的这个上野会更加好打一些 对 毕竟现在这个英雄MC0-3啊 对吧 现在还没有拿到首胜 包含其实你看 Kanon在春季总决赛 LCK那边的上弹卢西安玩的其实特别好 而且那时候是会属于T1帮他忙拿的这种英雄 但是在这次的世界赛里 在这次的NCC里面确实表现不好 就是卢西安这个英雄 下路这个对线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五选拿还行 但太早拿的话就会很容易被对方针对 这把的话就属于套博在五选拿嘛 打杰斯的话确实能打 而且杰斯这个英雄其实在上楼对线两个向前跟卢西安是差不多的 对 都很怕抓 就是欺负一些近战的英雄 但是同样面对长手的时候真的很怕抓 这两个英雄对决好看啊 是要看技能命中率的对吧 当然以杰斯来说他的技能更容易空 比如说你把独动的把Q1炮形态打掉的话 那369是绝对会滑上来跟你换鞋的 卡达这边扫到了这个眼 两边打也都是把下半区刷的差不多了 在下路对线方面的话还是打不过套博这边的安宁岛组合 这组合就是你这样选就只是你勾到能打 对吧但是你对线一定是不好受的 是的 我们所谓的机器人抗的锤石的点不在于 你对线能限制住锤石跟副斗之锚的压制呢 被罩到了 一标 奈特走位很小心 独立B这边也没有红路啊 所以没有办法上去拍 对方也是有进化的 两边中野最后没有打起来 两边那把上中野应该会打得蛮激烈的 对 汉德哥绕了一圈把眼睛放好 上路这把真的是走钢丝的一路啊 杰斯跟卢西安的对局 谁死一次 其实对于整局游戏的影响都特别大 是 所以现在这种 现在对线其实有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 对吧 就大家都在等那个对手露出破绽的那一瞬间 这两个人想约卢西安好难啊 你没有稳定空啊 对 对 刷刷野吧 帮你先刷刷野 这里面喀赛也是直接拼了一个信号再过来了 嗯 其实如果我觉得就 在TOP最后一手选卢西安以后 我刚刚都在想说 就有些队伍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鳄鱼 往上走了 然后把杰斯往中摆了 对吧 但是当然这可能要第一考虑的是 Dwin B跟看的一个英雄词 第二 就如果你要换选手走路 那也要看那个选手 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习惯 对 哦呦 好一套 这波英比哥打得很转 那这边可能要回家了 没血没蓝 蓝真的太少了 被英比哥找到一个机会 下路 远兵先过来出勾 自己被勾到塔下了 这波要交技能了 交伞 而且AD也给了治疗 哇 这波刘青松 帮助下路先打 先打对方一个闪 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经典打锤石 嗯 勾的时候不能动 可以直接抓过来 这波应该是下路 涛博知道对面那个打野位置以后 主动的想阅兵先来耗一波 这把英比哥的对线打得可以啊 让NAT是少吃了一波线 而且自己的TP其实是一直没有交的 领先一个TP 这边走了一半又取消了 哎呦 这波三续有可能要死啊 这波打的 看着所有技的几乎都给到了 最后一下平A以后 杜英比哥先止了一段E 闪现Q 再用一技能拉开防一塔 就英比哥刚刚已经回程了 但是看到三续的那个位置 取消回程 立马来上路一个闪现Q 是 KASA这个位置 有机会吧 六级的英比哥应该是没什么机会 只要左一太远了 他一个人上去 哎呦 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点来了 杰斯跟路仙谁死一次影响都特别大 但是这一波三六九也没交闪 因为他知道他 甚至他没有没有反应的空间 因为最后 英比哥是一个闪现Q 是几乎及时的瞬间 把他一支鞋给刮掉了 这波一个是没交闪 另外的话是没有给杰斯拿头 看完卢西安这把真的 感觉走了一半了 是 汉子哥这个杰斯也是 压箱底的呀 18年的成名爵斯 就现在这个骰子在发生一定的变化 对吧 六个面 现在再从九往八七再摇了 现在白色的摇也看不清楚 对吧 就是到底剩下的那几面是什么数字 369现在就要稳住了 这把确实上中演的对方特别重要 我们看到英比哥就是没事就往上路移动一下 但是现在的话 杰英比是没有闪现的一个状态 可能他的主动干客或者说防干客就会比较的小心 是但你上路线现在是被推的情况下暴女就可以入侵了 哦呦 小天是已经在上半步准备反一下卡萨的第二个红 哎呀感觉369又要死了啊这波 这波有闪现能操作起来吗 一标没有标到 直接交闪现要过来反打吗 应该是要行李洗得很歪 对应比的话也是在路上 是 这个赶紧拉开 这波是中路的奈特交了一个换的TP踢上来 来保一下刚刚有可能要被跃了369 那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过去 是 先交一个急跑拉开距离 身上还有进化也不虚 嗯 但是因为卡萨是在对方的红区交换红buff 所以这波奈特也是不会上 只是来耗一下你的状态 对 这波就要看卡萨在下路能做多少事了 因为上路的兄弟已经拉扯了很久了 这把方帕特在上路是打开了花 但涛博这边下路压这里给的很足 三层的肚层 而且这兵刚刚大概有十只 下一波的兵线又过来了 凌晋中跟林伟祥很难受啊 这波得叫打野过来 中野一起往下靠吗 鳄鱼又回去了 是 小天这边赶紧过来吧 对面的打野从野区赶走 让下半部的双人组可以正常的安稳的去吃这波兵线 涛博现在确实这个点进步蛮大 因为他们在一路受阻的情况下 他们会瞬间把优势或者资源转换到另外一路 力求在另外一路打出一些局面 就是顶级队伍该有的运营思路来说 涛博也是跟得上的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随着这段时间进步很大一个地方 但是杜云密这边用想来被看到了 被视野看到了 那也得要打到回复了 资博耐特还要过来 鱷鱼打左翼不舒服就在于 你就是手短被守藏耗 但是你如果被我找到那一波的机会 你会死 但是问题就是有这个进化 这个进化一直没有机会逼掉 两边是先锋换小龙 我觉得先锋会更赚一些 因为这个先锋如果放上了的话 可以帮这边看见了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直接起飞 那问题就是说你其实下路在杜层面上面来说 也被吃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 下路跟中路杜层丢了太多了 所以导致现在的经济 其实拖拨是不落后的 来先捡起来还没有要交 嗯 这杰斯应该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是 哎下路零尾翔感也好难玩这把 被一刀被二刀零尾翔直接被秒了把毛 而且收了回来再砸飞了一下 喀叉的刘静松 喀叉刚刚是吸了一下人非常的肉 这波轮流扛塔 这就是复仇之毛跟垂石的一个 这个月塔要没了呀感觉 这把套包就是上路受阻 那喀叉就注下了呀 喀叉很熟悉这种节奏呀 就这卢西安的思路不太一样 扛压卢西安 是的 但是他扛压其实队友 对队友的价值来说很高 这把水子哥要起飞了 哎这还要上 独音币这边也是有点急 我感觉独音币很想要看自己 怎么能单人把进化给逼掉 那这样暴力过来就是一个绝杀 对就有机会了 上路感觉 就是369虽然死了一次 但是这个局势 其实你没有感觉到 堪有绝对的优势 补刀也没有拉开 是的 然后补刀没拉开 然后也没有再次的阵亡 或者说塔皮掉太多 对 闪现也一直捏得很死 这这波所有人都上去了 要打大乱斗了 双人组这边也在过来 JK Love以及预言家都有闪的 刚刚上路那波月塔 是执行得非常干净利落 对于他过来说 拿369做诱饵吗 是369 真漂亮 刘兴松预判到了 但是这边 有闪现 反而是涛博 又勾了一个 哇 这边小天交闪现 鳄鱼进来 杜云币这边想牵谁 杜云币感觉会被秀啊 这波医院家还是一个秒秒 杰克老头血量被打了一炮 但是小天直接被秒掉 杜云币这边也是残血 不敢再上了 最后 涛博这边是没有人员阵亡 而方帕拉斯 是被迫打出一个 阵云两个人的一个节奏 我觉得涛博这段时间 打得太冷静了 你又觉得是吗 这波双人组上来 是完全预料到了方帕拉斯 可能会主动发起一波 双人组掉上的一个攻势 我觉得这一波 冤家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这灯笼给完之后 一扫到了 然后今天吃了下塔上来 反身还一勾 勾到了ADC 然后开一个秒表在那个位置 然后秒表一结束 又是一个二运钟摆 摆到了小天的一个暴女 让暴女最终又是死在了 JK Love 跟369的一个狂轰烂炸之下 我就面对了方帕拉斯这种 我们说在前面 前15分钟 包括方帕拉斯的队员自己也说 他们队伍最强势的地方 就是前期的一个进攻 对 但这把涛博的防守面做到的是 完全领先过方帕拉斯了 直接吸大招 很肉 第一时间可能不会被秒 反而小天 暴女再次的阵亡 感觉这段时间 方帕拉斯反而是越打越着急 涛博是很冷静的 他们来就像一个猎人一样 在等待 对方可能进入到自己的陷阱里面 而方帕拉斯现在是接二连三的 进到了套博的埋伏圈 而且我觉得不得不说了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今天的对决里面 我认为两个队伍有可能 就是五局不碰副手指吗 哇 烈了烈了烈了 烈了烈了 套博现在全面开花 在这边流气也被流 跑不掉啊 感觉没闪现的机器人 哇 369过来 前面很难受但中路跟野区 就再各收一颗人头 369 3-1了呀 这段时间套博 那我再回去跟这个杰斯碰一碰 我觉得这就是一支team 对吧 其实真的像一个月前他们打春节 或者说打半决赛的时候 还没有感受到 那么浓烈的感觉吧 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真的是一支团队的 如果因为我们我知道 就我们只用游戏画面跟大家讲玄学的东西 就讲心态的事情大家会觉得玄学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 你看这个游戏内容 游戏这一局 韬博感觉就是比方普拉斯自信 对 你又感觉到哈克 哇 烈了 这下真烈了 这隧道直接秒了呀 可能大家现在在 我们看这一波小天 有标的 有闪 能不能 有闪 有进化解掉了一个气泡 很冷静啊 一丝血奈特跑了 一个催眠气泡加一个进化溜了 是 闪现也溜着了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观众 都给我们一个感觉吧 就是看着现在方普拉斯 越打越着急 对 我会觉得方普拉斯这个阵容 其实不用急的 我感觉他们要拖到一个大火机的能力 应该是比 就论输出来讲 应该是比这边要高的 那这段时间他们 就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认为就是 就是大后期的团战 不一定 但我认为就是说你中期 其实一个poke阵容 他主要的还是中期 往中路线抱团的那段时间 但是方普拉斯其实是 想拿捷是抱你往上路打 但是这手 卢西安就巧妙在 同期一开始 为大家点出来的那个点 就是你对于上半步的进攻 因为你没有稳定控 所以卢西安他有很多的操作空间 这要干嘛 丢过来 打登楼 哇 花的了 玩起来了 想切 有一个治疗 小海白的够不够 够不够 没有死 但是汉子哥下来 是补掉了这个人头 一个杀盗 但下面预言家在等下一个Q技能 过来破败 招一口看已经拉到了一个防御塔下 回首一个EQ 李维翔闪现一个 对名定住两个人 这时候看进来一个枪虫一起拿到一个杀盗以后 机器人松松立功再拉回一个 啊 玩 玩花的 那些套婆玩起来了 就是 一般我们看到副龙之毛跟垂石 这个搭配是拿来讨路 对吧就是 我先收你垂石往后丢垂石拉登龙 把副龙之毛拉回来 但这波套婆是在魔爪花的位置 往隔壁墙外丢过去想要杀对手 发布拉斯的一个队员 这说实话影响还挺大 这个四个头的大头啊 哎 被 应该是汉子哥收掉了 那汉子哥现在能不能帮助队伍啊 顶住套婆的压力 现在整个队伍的经济落后是比较大的 他应该是收了两个大人头吧 卢锡安是不是也有一个两个人头的连续击杀 150 对吧 汉子哥一波肥 汉子哥现在这把肩膀上有点重啊 主要他是杰斯这个英雄 就如果队友都烈士的话 他在中期打团之前 Poke中了几个关键的人 其实他们在有很大的经济烈士情况下 还是可以打得过的 所以他拿到这么多钱 在中期如果技能准的话 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效果 现在对于汉子哥来说 原本一个巨大的烈士 在因为套婆主动上路 比较猛的一个进攻下面 给到汉子哥 把经济拉回来的一个机会 但是第二条的峡谷前锋 归属拳应该无用之一 还是属于涛博 超远的一个气泡 隧道的远方的一个小天小天 被剧院家接上一个钩子 哇 JK勒布斯直接滑上来 拿下了这颗人头 小天这把有点难了 暴女0-3的局特别难玩 现在套婆全线开花呀 再拿一个峡谷先锋 但现在可能要少浪一下了 对 现在就看堪的一个EQ了 堪刚刚回家好像是 我没有记错了 他刚刚原本是一个幽梦 回家直接套一个扩刃 直接做一个排眼道 但是这波峡谷先锋 肯定还可以再撞一下二塔 这一炮打到了小冰上 JK勒布斯的跑板鞋很小心 往左跳了一下 没有吃到这个电磁脉冲 二塔的确是有可能要直接掉了 直接拿下 优势还是大 刚刚虽然拿到两个终结鞋 但是对于TOP来说 还是不止损 现在方布拉斯这边防御塔掉的太多了 导致现在才18分钟 这个闲地剑 他们这些C位都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发育了 银皮哥现在其实在补发育的一个阶段 对 银皮哥这把第一件是破败 其实蛮脆的 现在就是方布拉斯这几个人感觉谁被碎到 或者谁接一勾感觉都要死的 太脆了几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一些肉装 是 现在JG Love刚刚虽然被刷到了一次了 但现在还是有150块 这应该是补刀赏金 装备领先还是蛮大的 应该是补刀赏金 哇 你看林米翔的装备太惨了 这把其实就是方布拉斯下路被TOP给击沉了 然后上路的进攻被369化解掉了 这把跟第一把挺像的 你想上路打开局面 但是自己的其他路又是没有稳住吧 陶伯从下路开花 然后现在瞬间把优势遍布全途 对 但第一把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 就是两边因为是同样组合嘛 所以就是打着打着 就第一波原本其实是方布拉斯有机会赢 然后被Kaza蹲到 但这一波是 就是林伟强跟刘静忠是属于那种无奈的 就是我在塔下被越 没办法 就兄弟们没人能再下路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在打上半局 我已经浪过一波线了 如果那波我下路不来吃 我再浪两波线 我浪三波线其实跟我死了 其实没什么差别 逼死了还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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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推到一个 这个时候 但是有一个 金银球收了回去 那在这边一炮 睡到了 要有人帮忙挡吗 这把飞行客来了 他要死了 没有拉到 飞行没有拉到 三六九的 擅长洗礼是把机器人给砸起 刚刚那个可能飞行距离差一点点 但是内塔很轻松的被套布给拔下来 我觉得这把套布的节奏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按理说就是三路内塔全都告破的时候 应该是他们拿到第一套大龙的一个时候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 跟我有没有一个同样的感觉 就是现在感觉套布打得特别放松 我觉得这个放松是很重要 你看包括他们那种想秀的那种心态 包括他们哪怕三六九在上路可能阵亡一次 但是他们这种团队的一个协作 我就感觉他们现在在很放松的在打这个游戏 这个对于方布拉斯来说是挺难的 而且刚刚那一波 汉子哥 汉子哥过来 就刚刚那一波放松的过度的情况下面 但是会很快 套布他们应该一个程度的队伍会立刻收紧 对吧 他收紧过后那方布拉斯就很难找到下一波的破绽 就是不能太放松 但适度放松感觉是有力选手发挥的 就是肩膀可以松下来但是不能葛优躺 不能躺着玩 现在对位经济差最大就是ADC这个位置呀 方布拉斯很想找机会 利用杜云兵跟小天两个点 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队友的帮助 因为这两个人的输出可能不太够 直接秒掉一个人 还是三六九 但三六九其实很小心 他闹的是家里面 没机会了 墙内是没有任何方布拉斯的视野的 龙马上要伸 这一把还是个水龙魂 对方布拉斯来说很致命 你是一个poke阵容 被对手拿到水龙魂 那坎可以帮你顶 现在15分钟到25分钟 但是水龙魂如果在25分钟 给到了涛伯以后 坎也顶不住了 对 所以说这一把的话 方布拉斯这边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看到水龙的第一时间 就是先出了两个死刑宣告 也是为了防止到时候 可能对面回复太强的一个 这个 问题 导致自己这边伤害不够的一个原因 而且他们这边就整体阵容比较偏一个AD伤害 这边暴女 我觉得还是要更追一下发育的 如果她发育不出来的话 其实超伯这边仿装做起来 对 他们其实挺难受的 现在最难玩的其实就是小天的暴女 哎 这波感觉有点机会好像 369 太幽梦上了 小天 近战先想要打减数以后 369交散 拉开 一球吃到了 我的天 剧魔这边交一个异技能 而到 汉子哥这边能跑吗 没有闪现的一个状态 剧魔的一个移术应该是要结束了 切了一个形态 一换二 而且小天在后面也是被奈特给处理掉了 大龙能打呀 对大龙可能要没啊 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现在只有童币林伟祥 刘西松三个人 现在视角上面来看好像没有要过来 应该是准备拆塔了 把你外打扒了 对现在方布拉斯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有点挡不住的感觉了 就几波抓369 尤其就上一面有一波 就是369先死了一次以后 那一波双人组上来那波抓 是方布拉斯第一波大败的节奏 然后这波其实也是一个大败的节奏 你看到他们还等那个369复活 那幼儿你不能就这样对吧 这把虽然是个333 但是333 他其实效果很显著 这333他这把是一张嘲讽牌 就他用他用 吸引火力的 他用一对三打出一对九的效果 一般我们只会用两个字来使用这种的 土坏 叶子直接死了 刘西松勾了一下 能秒降我们伤害不够 另外翔直接被秒降 这波再处理不好可能会被一波 是的 独一臂落过来了 但是完全没有机会 正面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 Jekilov拿下了一个double kill以后 复活时间确实短 但是方波拉斯现在正面怎么想呢 气势如火啊 套波感言要推的 361了上去要杀小天 小天机身拖时间 额云想轻一下线 尹比哥去清线了 清线了 能清掉吗 好像清掉了 但是下一波的线 尹比哥还在多努力 尹比哥这波还没有放弃 尹比哥没有放弃 尹比哥没有放弃 是还在拉兵线 就要想办法撑到李伟祥 跟刘青松还有上路的堪复活 哇 尹比哥呀 尹比哥自己可能要被追死 是的 应该要打爆裂球果 再拉一点时间 他能拉起多少时间 是给到方波拉斯复活的队员整理 现在上中很难受的一个兵线 这波可能还是有点难走 因为毕竟是踢上来的 他没有TP可以逃 尹比哥这一波真的 下一波兵线 尹比哥还有两段一 还要拖 一技能 两段拉一下Q技能吸点血 尹比哥真的尽力了 哇这波真的兄弟们把内幕打在宫廷上 尽力了呀 这又是团队的中流砥柱啊 因为这把确实感觉没办法了 尹比哥也是尽全力在拖吧 看下方波拉斯这几个输出点 能不能再发育一段时间 这种领先下面的时候 你看到涛博的开团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把预言家丢在你脸上了 对吧 这种打法的时候 富同之毛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呀 而且刚刚一直没有说就是 我原本以为JK Love今天不会很玩 不会拿这个英雄 不是他不会玩 但是我觉得这一局选了是 效果确实显著了 JK Love这个选手是说C就C啊 因为你看同样第一局 方波拉斯蓝色方一抢 不得二分流失 涛博的前三手都没有拿富同之毛 是的 拿了女枪吧 对 拿第三手拿了女枪嘛 对 但这把这个富同之毛打出效果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方波拉斯还在做全员的防御 他们还没有放弃 涛博的大龙buff仅剩二十多秒 这一波大龙buff的推进一干的手助 但是下一波的水龙魂怎么办 是 就现在对方波拉斯来说 如果涛博要抢攻 是他们的一点小机会 就是银逼哥有闪 而且对方的上中两个人是没有闪现 而且左一的进化都没好 所以这时候如果左一有机会走到了 方波拉斯面前是有机会定点秒掉的 对 我觉得或者是机器人这边勾到一个C位 也可以直接杀 对 不要勾垂时这个种 因为其实华白鞋虽然有死亡之五 但是他还没有水银 他这边其实解控能力并不强 只要你勾垂时 JK Love在后面就直接一个R就换回去了 现在感觉真的得秒JR5 秒不掉了 欢迎来 勾到了这波而且卡哥 鲁虽然不在附近 看下这边先秒掉一个卡哥 原家在前排顶着JK Love 这边还在缓还在吸 小心能换掉吗 换不掉 最后还是被烫死了 是被烫死了 诶 那就不放不掉打得还行 是 虽然是一波三花二弹也是尽力了 烈四方 但是奈特现在也捡了一个闪现 再给看这个压力 369带兵线进来 是 一波369带兵线过来 感觉放不掉就不太好说了 这波想打369 369的一个位置有点危险 最后把人头给拿了下来 369这把真的是当靶子在玩的 全部是吸引火力的 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看这个 上路369跟JK Love 我们在聚焦这两个人的时候 你看主意默默的 我们一直没看到 21了 21成熟了 刚这一波其实放不掉 已经找了一个挺好的机会了 而且人头交换上 虽然是小换了一个 但是对他们来说是 可以接受了一局 因为毕竟是一个烈士方 而且我守住中路高定 对吧 因为如果那种情况下 你开不起来 在左翼的破格下面 可能中块塔要直接 被对方给压掉 而且当时 涛博是在11分推 下路如今也在带线的 如果这边开不起来 很有可能这两路没有 这一波还是挺不错的 先秒一个 但是后续的话 369到场 感觉方不拉的还是不好打 就其实翠博奈特 确实是没有进 没有没有办法进来 对吧 奈特也被迫 OB了一下 因为我们一在说 奈特没有闪现 他没有自己的原生闪 但后面捡了一个闪 左翼最喜欢 乱战以后的残局 快 随便捡 都是宝藏 水龙魂 这一波的水龙魂上高 方不拉斯很难顶 真的很难顶 这波涛博要再稳一点 可以回去等一个大龙的出生了 是的太稳了 难顶也得顶啊 现在方不拉斯 看往前走 躲过预言家的一个勾 想上吗 正面进来的是 喀傻喀傻的大招开了 这时候狠肉 方不拉斯先往自己 最后一个 乔头保门牙塔 拉 非常小心 左翼的一个气泡 这时候奈特捡了一个地上 不知道谁用过了一个破败王者 招了一口 对蜜蜜蜜 对蜜蜜蜜蜜 飞去往后拉 门牙的血量再咔咔掉 远邦破可过来 天的血量已经很危机了 一路起来过来闪见一个 一级能逼出开的一个闪见以后 门牙已经掉了 丢出了预言家以后 蜜蜜蜜蜜往前压 包含左翼还有飞行 方不拉斯所有队 被赶回了泉水 方不拉斯这边 在凤凰的亮标 感觉要赢了 方不拉斯这边 只能背靠泉水 做最后的抵抗 但是这些抵抗 在新生代的方不拉斯面前 确实没有办法处置 让我们恭喜 TOP-E-SPO拿下了 我们MSC季中杯的总冠军 少年五位啊披荆斩棘 满腔热血逆进陈王 也许就像他们的对比 TOP-E-SPO 对吧 登上了第一个高峰 是我们季中杯的一个冠军 下一次或许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点 这绝不会是一个起点吧 绝对不会是一个终点吧 对于TOP-E-SPO来说 可能是一个起点 虽然这个起点 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他们做到了 让我们再一次恭喜TOP-E-SPO 好的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TOP-E-SPO 战队获得了本次 季中杯的冠军 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五位选手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证明了自己 那现在我们身边也是KASA 想问我们的KASA 因为今天你也是拿到两场的MVP嘛 你觉得拿下这一场的比赛 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会不会非常的开心呢 因为春节确实是有点遗憾嘛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们 去试试跨出这一队吧 我感觉我们之后 还能够拿更多的 还会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那接下来想问问阿水 我相信在你们经过了今天 我们的这一个比赛当中 很多人可能都会 对你们有非常多的支持 或者说很多的期待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一次对于你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冠军 对TOP-E-SPO来说 还是就非常有意义的吧 因为我来TOP-E-SPO 满打满算还没超过两个月 但是就是因为TOP-E-SPO 之前就是可能 就是打的成绩也不算很好 但是我们这一次就是 在两个赛区的季中杯上 我们能拿冠军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 不管对于我们 还是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都是有一个很大提升 因为这也算虚魔的一步吧 The question I asked Jackie Love is about how does he feel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and what does mean to the whole team and the answer is this definitely means a lot to us because I joined TOP-E-SPO just about two months ago and now we just like across our all the shortcomings and also all the obstacles and we step up as a team the next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369 how do you feel about Lucian Peak at last game 最后一场的时候 为什么会那么自信的 在Counter Peak的时候 选了Lucian呢 因为 因为就是觉得 就是很自信吧 就是 就觉得可以 然后但是可能打出来 效果不是很好 回去还会继续练的 I'm pretty confident I still feel I pull that kind of Lucian Peak out but I didn't perform that well but I'm pretty confident of that champion the next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is Knight so how is the feeling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because it's the first championship of TOP-E-SPOIR and it'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小问一问 就是那一次 你觉得这一次 拿到你们的这一次 的集中杯的冠军 感觉怎么样呢 因为这是你的第一个冠军 也是第一个国际赛的冠军 很开心的吧 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 拿冠军的感觉 就没挺重要的 I'm very happy that I can take this trophy home because I never won a championship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that Next question is for Yu Yanjia is the support of the team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because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with your like all kinds of champion like the support champion with the hook or the Yumi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 你作为一个辅助选手 你作为一个辅助选手 今天就是无论说是垂石 还是Yumi都玩得很好 所以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呢 拿到这次冠军 还可以 心情挺开心的 I'm pretty happy this is very good 你再给我 接下来想问一下 我们的球球 球球在后台看到兄弟们 拿到冠军之后 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会不会非常的开心 当然开心了 有点酸 I'm very happy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but I'm kind of like jealous of how my teammates can play on the stage but I'm just watching back on the stage 最后要问的是我们的教练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with the whole crew and just made to the top of the mid-season cup 你今天是看到大家能够走到这里 然后走到巅峰 看到大家能够付出努力 付出努力 然后得到回报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一个是很开心 一个是很激动 因为 就我加入淘博也很久了 但我们一直没有拿到冠军 所以这次冠军对我们 整个队伍来讲 都是意义非凡的 然后我希望就 借着这个冠军 我们在夏季赛 拿到好成绩 然后能够去S赛 再拿一个好成绩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 TaoFo能够获得我们这一次的 zestע冰冠军 冠军 好的让我们再一次地恭喜TaoFo 也是苦现场的工作人员 那当然也是一个小资讯 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 我们本次的MSC 即使是我们LPO的 这个线下的对决的 这个内战里面 没有握手的环节 是考虑在一起情间 我们尽量的减少 这样身体上面的一些接触 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 好 那刚刚 我觉得我又最后结束的时间 比较短要接颁奖环节 同性没有做最后的这个点评 要不然让我们聊一聊 你觉得今天这一次MSC 可能涛博能在 包含决赛包含之前是 除了小组赛落败给一场 棒plus以外 剩下是全胜的一个战绩 去拿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对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能看到套博在一个月之内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进步 然后也是嘛 你一个月之内 不可能输两次决赛 如果我第一次没有拿到冠军 那我下一次一定要拿到 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 就是你觉得 左手作为一个顶尖中单 他还缺一个什么 对吧 他缺一个荣誉 那现在有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来说 应该 我觉得拿到这个冠军之后 他会更加顺利 在他的职业生涯上面 是 我觉得 挺激动的 因为毕竟老K杂了 除了K杂以及 米勒老师听的应该是 很有感触 对吧 因为你一直很看好 国产中单的奈特 因为奈特跟319两名选手 确实感觉 这么多年 其实在一些关键局 因为他们实力是真的有的 但是 心态可能没有那么成熟 但是感觉在 阿水来了之后 这支套博确实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一个 变化吧 我觉得也用自变形容 也考虑不够 就是很特别的一种变化 就真的感觉像一块 那个拼图拼上最后一块的那种感觉 整个画面就变得美好了 然后整个的未来也变得光明了 一个字 10 对吧 好 那我们 我还想再提一下 没事没事 请说请说 我没有提到的预言家 就是他的一个成长 刚刚记得老师也是点到 国亿他本届比赛 就打今天比赛之前 他的一个KDA 15.2 就一个非常 夸张一个数据 第二名才9.1 作为一个辅助选手 其实我觉得他在一个 一个赛季的之内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最后一局确实 我必须说丝绍被撕开了 对吧 就是下路这个口子也是被撕开 当然我们赛后的一些资讯 还是要给到大家 可能包含了面板 我们是不是看这本导播可以把我们赛后的一些资讯 在画面上面呈现给各位观众 这当然是我们最后一局 因为已经办完奖了 但是很多的观众还是需要拿到这些赛次的一些资讯 那最后一局套博可以说是接近一个碾压局了 是的 因为感觉最后一局他们 他们是很放松的在打游戏了 而方不拉斯这里可能是 心态或者状态已经有点 接近崩溃了 所以输的比较彻底吧 也希望他们能够 后续再调整一下 因为下期赛马上会到来 对 但于小凤凰来说 我觉得结算面板也可以聊一个点 就是 但有一个点就是说 至少在春季赛可能一直到末尾 堪都还没办法融入方不拉斯这个队 但是在整个 包含了季军赛 包含了这一次的MST 你感觉 汉子哥是越来越融入这个方不拉斯 也就是说之后的双上单体系 对于方不拉斯来说是可以更多的去启用了 我觉得季中杯汉子哥的表现 没话说好吧 对 我还在想方不拉斯这场的一个问题 他们选择的是一个一抢恶飞流失 因为其实场上 带节奏的打也被搬得差不多了嘛 所以聚模这个时候优先级很高 他们选择拿一个ADC 但在他们之前的一个BO5里面 他们是在前面把厄菲勒斯放掉情况下 拿了一个不灭之后的赛纳来打 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 其实我蛮意外 今天帮包含是没有掏赛纳 对 赛纳4-1里面有三抢都是 林伟祥 对吧 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让松松这边去拿一些 更好的先手辅助 因为应该说拿先手辅助的还有更好的法育 对吧 就团队的核心更多了 是 就这一波方不拉斯是少数在资源速度上面来说 赶到了TOPO的一个进攻 然后化解了一点可能再被鬼血球的一些机会 刚来卢锡安这个英雄也是拿下了MSC唯一的一身 但至关重要的一身对吧 就3600这把虽然在前期有点小崩盘 但是TOPO迅速的兄弟几个帮3600 马上把这个烈士又打了回来 而且真的现在TOPO越来越像一只 或者说他们已经是一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了吧 真的是一种team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这把卢锡安赢下来 应该跟他打的一个对面的阵容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卢锡安上单生存的一个环境 对吧 那上单对他其实现场造不成很大威胁 两个人可以平稳地刷刀 那打野这边来的话 其实两个人没控制 他是有操作空间的 不像之前可能就对抗上猴子这样 猴子直接溢上来风火轮 那卢锡安操作空间都没有 或者是刀妹这种英雄 其实都是你单线上面本身就 没有说那么好打的 当然前六级的压制能力还是很强 卢锡安这个英雄来说 对 当然我们最后看到夺冠的瞬间 有两标了 当然这一次的TOPO夺冠在MSC 他有非常高的一个含金量 因为他是打败了三个世界冠军的队伍 然后最后捧起这个 对 除了一支队伍没有交手的 对吧 所以要不然 因为我们说这是13年到19年 惠局的冠军的这个 一支的一个MSC 相信观众也是看得非常的满意 是的 好 来看一下榜上 最终榜留 维持在第三局打完的这个 JK Love是榜首 然后林伟强跟刘青松 各在了三名 也感谢我们榜上的 为大家 为选手打call的 各位头号粉丝们 那今天 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应该都是一个 比较轻松的氛围 来看我们的这种比赛 对吧 因为毕竟 真的很难得有机会 我们 就我昨天也看了韩国的 就是那边网友的评论嘛 就说 原来前几年 LPO的粉丝是这种感觉 对吧 那我们也 体验了一下 LCK的感觉 但我觉得最后的总结 我自己是有一个想想的说法 就是说 我认为这次的MSC 算是一个类似年底大考前的一个模拟考 那这个 各个LPO代表队伍的一个答卷 应该整体上面来说 我相信LPO的粉丝 如果我们是家长 对吧 我们很满意 对 但是关键还是在S10 在上海 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全球总决赛 希望这次真正的考试 LPO的队伍 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哪四支代表队 对吧 但是都可以把我们赛区最好的内容 呈现给全世界的召喚师 对 不管是现在领先的队伍 还是落后的同学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在秋天 在这个年底 收获的季节 或者说期末考试的季节 我相信 所有的队伍都会为了那四个名额 去冲刺 为了最后的总冠军 三连冠去冲刺的 是的 那当然我们还不要 结束我们的 这关掉我们的这个直播流 因为还有赛后的一个采访 选手的采访 因为刚刚是颁奖 对吧 也想听听夺冠的涛伯 他们有没有什么更多话想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访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们邀请到的是 KASA 接着我们的采访 先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涛伯代理KASA 欢迎KASA 因为大家今天都叫你雷达哥嘛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新的 比较好的昵称了 你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呢 就今天拿到了两场 雅兵之后 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称呼的吧 因为就是那种打野 一直侦测到对面的那种 称呼的感觉吧 应该又比起什么 拉萨 披萨 应该好一点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名字了 那今天你有说到 侦测对面的打野的一个位置吗 那你觉得今天跟小天交手 你们在侦测他位置上 做的最好的一些点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能够一直找到他的节奏 然后打断他的节奏 主要跟方普拉斯也是老对手吧 所以就打方式会比较简单一点吧 就杜云碧在哪里 小天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去针对小天 所以说只要找杜云碧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觉得你们的表现 真的非常的好 每一个队员都表现得很好 因为你拿了两场MVP 你觉得你心中这个125 你认为MVP或者说 表现最好的选手会是谁呢 我自己的MVP应该会给369 因为我觉得他是 在这个赛事里面 就他虽然有一把杰斯林刚起码 但他后面还是 就每一把都打得很自信 我觉得他有股升华的感觉吧 就在我心目中 他是这次赛事的MVP 即使他刚刚用了卢歇安 你也觉得吗 我觉得他拿卢歇安 已经是他自信的表现 也是非常自信的表现 那你觉得他这把卢歇安表现如何呢 如果说就是你们当时 为什么会放给他 主要因为BP 他们的BP是有点针对我们上半区嘛 然后我们如果只防守的话 我们会有点难打 所以我觉得39 他自己也想玩卢歇这个英雄嘛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很好 然后前面有顶住压力 所以是以攻为首 这样可能对于上半区来说更好一些 甚至也可以做一个诱饵 然后进行一个防守 那接下来想问呢 因为可能在JK Love 加入到你们队伍之后 你们整个的指挥 其实是更上了一个层次的 然后你之前也是对你的指挥嘛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指挥的配合 默契度如果要打分的话 你会给多少分呢 现在 现在应该有个八九十分吧 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一些小事物在嘛 但我觉得我们整体的话 就大体的方向 我跟杰克还有 就其实我们有优势的人 我们都会说话 也不只是我跟杰克 所以说未来可能还会有更高的分数 而且看到你们有一个就是 之前有个GIF的动图 两个人很有默契地揉鼻子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会经常有心有灵犀这种表现 毕竟是父子嘛 毕竟是父子 有血缘关系 这也是应该的 DNA比较相似嘛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 比较好奇 你们的比赛 为什么就是一直都在比赛里面亮LPL的对标的表情呢 主要原本 我以前也没有亮对标的习惯吧 然后这次高职我们说可以亮对标 就 然后就把以前带过的队 然后还有 然后跟关系很好放PASS都亮了一次 就感觉特别有趣吧 非常的有趣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就是非常的暖心 也觉得希望可以 LPL像一家人一样 可以继续地向前努力 成为一个更强的赛区 那这一次你觉得就是比赛的时候 可能大家今天也会心情比较放松一些吗 我听说昨天大家好像不太想要你玩九筒 就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的 主要我的九筒确实是 精彩接近比较多一点吧 然后他们 我最近RUNK玩了两三把 然后也是精彩连篇 所以他们有点害怕 所以你是在RUNK在练手感吗 还是说想要去骗一下对面 也没有 我就是觉得自己玩得应该还不错 然后越玩越下饭就觉得很乖乖的 对 因为昨天采访里面有说到拿手菜吗 你觉得大家都拿手菜分别是什么呢 369现在好像没有特别拿手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算个顶级主持了 我感觉 然后我的话应该九筒 黑黄酒 那个黑黄酒是冰女嘛 然后捷克应该是新的啦吧 院家应该是机器人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标志性的英雄 那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在拿下了这一次的集中杯的冠军之后 我相信大家对于你们的期待也会很高 你们的未来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还是因为春觉真的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希望能够把我们该做的东西都做得更好 然后先把他拿下一赛冠军吧 因为我自己想要在涛博拿到一色LPL的冠军 因为我觉得拿到我们第一赛区的冠军 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挑战世界赛的时候才有办法更有自信 我相信在你们的配合和努力下一定会更加的好的 而且相信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一定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现得更好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KASA 我们的赛要采访呢到此就先告一段了 这一次我们的集中杯的比赛到此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再次感谢所有的召唤师的支持和陪伴 也希望我们未来会越来的越强大 我们下期赛再见吧 拜拜